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其實來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永樂製作書店在公版這一代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地標 我們認為說我們需要趁這個機會 透過演講者的談論的話題 然後跟這個在地做一些結合這樣 但我們為了接下來 大概是每個禮拜都會有 所以有看到我幾個月是熟面 非常歡迎你們 我知道各位其實很疑惑 譬如說報名的問題 怎麼那麼快又秒殺這樣 所以這跟各位解釋 我們因為是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單位 我們都是非常誠懇的 就是多少位置給多少人名的 不過可以跟各位講 都會覺得說很擔心說 有一場我可能沒有 運氣不好沒有報到 沒有關係 我們的規定大概是在 紅豆開始 比如說兩點開始 提早前十分鐘 比如一點五十的時候 就開放後補 那一般就是我們的經驗值 大概就是 十個報名會有七個來 另外三個大概都不太會來 有時候就是 站的位置很不好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心想參加的話 我建議各位稍微早一點到 一般來說 後補都可以補得到 好不好 就是可能是有一個彈性 這樣做 那今天的主題呢 各位看我們後面的展板 今天是記憶大道成 我們上禮拜 各位如果去參加的話 是在旺華的這邊 我們在廣州街的這個 相互教育中心 台北市的一個單位 所主辦的這個由 王康琦老師跟這個 許龍哲兩位 我來談 我來寫一本書 那今天比較不一樣 我們今天談記憶大道成是 請兩位作家 這兩位作家 一位是林文藝 他還在路上 不好意思林文藝 可能在找地方 快到了 各位稍微等一下 另外還是我們連朱又勳 各位先鼓勵一下 我們這個年輕的 而且非常多作者 不過我知道 柚琦說的年輕 我剛剛什麼時候 可是柚琦其實 出出量比我們還很多 而且很驚人 而且我就拍了一下 他是文學戰神 無題不戰 什麼都可以戰神 他後面覺得 真厚身可危 而且他也是 文君達事社 從2015年開始 我們一個專欄作者 也是我們最年輕的專欄作者 我們以前作者是 陳芳明啊 邱惠南這種 大師本家 可是我覺得 柚琦因為 是來特別調的 我們中文明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且年輕的一個 創作者我們覺得 還是要讓雜誌 有更多年輕的聲音 而且很 而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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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這個 遲遲成立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值得鼓勵的一個 我們就要來作講 那今天的主題呢 談兩本書 一本是奔跑的母親 一本是北風之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書 如果各位沒看過 我們旁邊這邊有 特別提供這個書的展示跟銷售 那兩本書裡面 登寶的母親 是這個郭峰 郭峰奔先生的著作 那北風之難 是林文英老師的著作 因為 林老師還沒來 我們不要缺席的審判 所以呢 我們還是先請佑峰 先談一談 奔跑的母親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歡迎 朱佑峰 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 謝謝楊宗翰老師的介紹 可是他 他雖然說 就是我 就是用戰神稱呼 可是 就是其實我 小時候有 讀很多老師的詩題 老師的視頻 這很犀利 楊宗翰老師 現在的詩題問我 是我高中大學的時候 就有在讀的這樣 對 那 我今天等一下因為 就是凱伯松跟 林文英老師的北風之難 那 無論如何作者在現場 所以北風之難的部分 待會兒我們就 可能就請林文英老師 多談一些 因為我覺得 我這麼談 尤其是我們今天那個題目 很難超出作的本人這樣子 那 另外一位 郭松芬 就是我可以來談他 我覺得非常榮幸 但第一件事是郭松芬 不太可能 到現場跟我們一起談 他已經在 04代05年去世了這樣子 那 另外一個 可能找我 其實找我這件事 我覺得蠻榮幸的 因為 我非常非常喜歡郭松芬 就是 我已經在很多不同的場地說過 就是對我來說 呃 我可以很直接的說 就是郭松芬 是我心目中台灣作家的第一名 小作家 我最喜歡的就是 所以我最喜歡投的家 沒有自一這樣 就是這一位這樣 那 他的作品數量 其實幣不多 那 大致上 會在 可以在兩本書裡面 把它看完 對 麥克風進 好 另外一隻 很熱狗 怎麼可以用 好 哦 您好 您好 剛好趕到 好 鼓勵一下 都找到地方 好 如果要審判 你坐下 我坐錯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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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坐這 謝謝 你們老師很好 五分鐘就到了 因為我想說 哇 會不會五十分鐘 我不會 老師是非常準時的 那我剛剛介紹 講到一半 因為林玉老師我想 我開玩笑說 前往我們寫詩人的飯碗 各位知道他以前 最好看他什麼 電視上 名嘴身份 另外他是一個 畫漫畫 寫小說 寫閃文 大閃文是非常著名 也對台灣文學經典講 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等於是一個 這個文類等於是 類似中生成果的味道 另外一點是 前一陣子 寫詩 寫了很多詩 然後這些詩 有些是情詩 其他自己的夫人 也是作家的夫人 結果後來呢 這件事一出版 我看了 哇 林玉老師也寫詩 那你還有什麼不悔的東西啊 這很糟糕啊 我們怎麼辦呢 就覺得寫詩 都被人家搶走了 還出一本漫畫 延經出的對不對 一本漫畫集 這樣 所以還是一個全能的作家 而且都要是一個 我們很認同一個 專業的 認真的 而且非常誠懇的作家 這樣 我想今天就剛剛講那兩個主題 那剛剛 順利上還是跟老師先說明一下 我們希望老師們就是大概 兩位講一百分鐘 我要讓各位聽得過癮這樣之後 講到大概三點四十分 我們再開放QA時間 可以嗎 那兩位看你們怎麼進行這樣 可以啊可以啊 就先 我們現在 我們先談一下那個 郭聰芬的部分 再談您老師的著作 好不好 那是一樣 我們還是請優勳把剛剛講的 繼續往下講 好 那既然老師來了 我就負責當作補脈絡的人 就是 我想問一下 現場在座各位有賭過郭聰芬的 可以舉個手嗎 好 謝謝 我真心真心覺得非常推薦 他的動作真的非常好 就是 他的書很容易找 因為他的小說作品非常少 大概就兩本 一本是後面的奔跑母親 另外一本就是林瑋老師身上這一本 這一本比較難找啊 他不管有 這一本有人出兩萬塊要買 台灣唯一一本郭聰芬在聯合國跟我簽名 這一本給大家傳閱 對 對 那 這兩本基本上就是搜羅的 應該是目前為止 絕大多數郭聰芬的作品 再來就是 後面還有一些遺稿 會再出的 比如說像前兩年出的《金婚》 其實他作品非常非常的少 那 呃 我從頭開始談一下郭聰芬 因為今天談《大稻辰》這個部分 其實他是台北出生的 就在大部分的童年時間都在台北生上 但是我覺得 呃 由他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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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件的文學是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在他的小說裡面 有一個非常強烈瀰漫的焦慮就是 其實他回不了大到這裡 為什麼這麼說齁 19 大概1950年 大概說他是台大外文學的學生 然後考進台大外文西之後 後來 他的本分非常好 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被他的大學教授教育代理科 教育代理科 能知道程度有多好 好 就是老師們 老師在生理科跟他說你去上學 對 那後來他考上了 那個 美國這邊的 研究所 然後念伯克萊 念《比教文學》 那 大概是在1960年到1970年代之間 這段時間 在伯克萊念書 美國伯克萊念書 那 如果各位對歷史 就是 這段歷史有點了解的話 你會知道 那時候的伯克萊是很熱鬧的 那正是 學生運動 黑人民權運動 風起雲那種年代 所以 在一個 地色戒嚴時代的一個 年輕人 到了那裡之後 他完全就 瞬間看到一個 另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很快的 在1970年代 他投入了 在念博士班 欸?在念博士班系統 對 投入了保釣運動 保釣運動 是台灣近代最重要 我可以幾乎這樣說 1950年代以後 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運動 重點不是他完成了什麼 重點是他幾乎是 現今你看到的所有社會運動的爛傷 所有的模式 所有的 思考方式 進入 幾乎都可以在那個時代找到影子 那 郭聰芬在那個地方 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生 就是他當年早期是非常活躍的社會運動者 然後他 他對哲學很有興趣 寫了很多 關於馬克斯主義哲學的文章 而且真的很 很有程度 很有深度的文章 因為我自己是念社科出身的 社會科學出身的 我一般來說去看作家 談社會科學理論的時候 多少都有一點點 底氣不足的感覺 因為你知道 他沒有受正規訓練 然後 他們的談法可能是很感性的這樣 但是 在郭聰芬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你翻開他的哲學文章 你就會覺得 哇塞 就是這是頂級的學者在跟你說話這樣子 這是最好的學者在跟你聊 其實 到那個時候為止 其實郭聰芬都還沒有呈現出一個 他以後會成為小說家的太多跡象 他在目前為止 那時候為止 只寫了一篇小說 叫王花與他的女 這篇小說 現在這兩句書也沒有收啊 很早 是台大文新的時候的 度 對 他在 他在這個過程 後來參加保釣之後 並且酌情 如果對保釣運動有些熟悉的人 就會知道說 保釣運動有幾個重要的象徵 比如說保釣運動的人 認為他們繼承了一次運動的精神 那根據一些訪談的資料 郭聰芬有說 有暗示 大致上來說 如果不是他 就是他的好朋友 他們那群人 開始這樣說的 這個說法是他們建構起來的 然後接下來再包掛著情 他自己是一個很 就是很深刻的左派這樣 他後來的著情路線 跟他們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後來 因為你老師會說在全國遇到他 就是因為他著情之後 中國大陸那時候在鬧文革 沒有辦法派人出來處理國際事務 就就地吸收在美國 著情的學生幫他們 所以不分幫老師 很長時間的身份 應該是聯合國務院的 中國事務的 不知道翻譯還是 類似的職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 助聯合國的別衣 應該是這個身份 對 那 但在那之前為止 他都是一個 大家聽眾形象的 郭聰芬都是一個 政治的 社會運動的 哲學的形象 而不是一個作家的形象 那非常戲劇化的是 在1983、84年左右的時候 郭聰芬發表了他 一名驚人的作品 不是第一篇 但之前有發表一些短的 但那一篇是非常重量級的 叫做《月映》 《月亮月》 《月映》 《月映》這篇小說 在奔跑武器裡面 跟 這邊有沒有壽啊 奔跑武器裡面有壽這樣 也奔跑武器裡面 對 然後 這篇小說 基本就奠定了他的 文學地位 就是太強了 真的是太強了 不管你從歷史的角度 從思想的角度來看 從文學技術 他的藝術層次 他的文字使用 我必須說 我找不到什麼可以挑的地方 說實話真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寫作者 說實話 我們很挑剔的 我們會在那邊東挑一 啊這個沒弄好 這個沒弄好 那個真的沒有什麼好挑的 那 在那一瞬間 我們突然 誕生了一個新的人 就是作家國中分 從來沒有人 在那之前的文壇 並不是這個名字這樣子 那因為這段曲折的經歷 所以他被打上了一個 一個mark 就是他參加海外的保雕 而且的左傾 所以在早期的國民政府 他是屬於黑民干作家 就是不能回台灣的 他跟他同時的 他有一些作家也是這樣 比如說劉大任 比如說這些人這樣 那 比較悲傷一點是說 在2000年之後 政黨輪替過了好一段時間 我也是 因為我知道他的時候 他已經去世 我一查知道才發現很荒謬的事情 其實在解嚴之後 在政黨輪替之後 好一段時間 這些黑民干作家 仍然是黑民干 他還是回不來 不知道是 忘了去跟他 所有人都忘記要去幫他們解禁了 所有人都沒有提政府回答 都沒有去處理這件事 都沒有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個月 終於取得入境許可 他可以回來了 然後 我還記得那個月 印科文學誌 幫郭聰芬先生做了一個專題 封面的人物就是郭聰芬 然後還看了他的新作 《落九花》 那一篇目前只能在印科那一期裡面找到 《落九花》這樣 那 隔一個月 就在那一個月當中 然後二號就傳來 就是 他就蓄世了 所以他至始至終 在他離開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回過台灣 所以其實由他來談大道成 我覺得是一個很 該怎麼說 很文學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 其實他就是回不來的人 他記憶中的大道成 永遠都是 1950年代以前的 如同 老師北風正娘那個時代的長期 甚至更早的 日治時代末期的 他童年時候 因為他在1936、37年生 大概就是這段時間的大道成 那時候大道成 那時候大道成 在他的描寫裡面 地上只有石板路 好像是一個 一個緩慢 一個很緩慢的 然後 有小販會賣 在路上賣麵茶 麵茶 然後慢慢晃過去了 這樣子一個很悠緩的一個地方 所以 其實這個郭松芬 由他來談這個角度 我覺得很特別一點是 我們不太能 至少依我來說 我不太能確定或保證說 他的在線是精準 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 他的第一篇小說是 1983 就是成名之後 是1983、84年 他寫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已經 事隔30年以上 他如何去談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他如何去想像 跟寫這個地方 我有一個朋友 是寫作者 叫聖浩偉 也是同被年輕寫作者 聖浩偉 非常喜歡郭松芬 然後 他的優勢是他日文非常好 如果你日文非常好的話 你談郭松芬 我也很有優勢 因為郭松芬受日文的影響非常深 他的語言其實有很強的日文的 那個調性這樣 那 他其實就是 他說他有一種感覺 這種東西很難證明 就是 他覺得 郭松芬從歐到尾都沒有說過這兩個字 可是所有小說裡面都有這兩個字 就是相從 他一直好想回來 他一直在他的文學裡面 一直回來這個地方 可是 是現實上他知道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為了這件事去跟政府屈服 所以他一直都 在一個謠歌的狀態 反覆再三再次去寫這個地方 對 那 這是他 一個我從生平的脈絡來談 就是郭松芬 因為我想說大家可能 不太知道他 那 就是可能讀的人不是那麼多這樣 現在就我所知 就是跟我同輩或比我小一些些的人 有多一點點他的讀者 真的有多一點點 因為剛好我們這一輩 我們上一輩比較 六年級這一輩比較少人看到他 但我們這一輩的人 很多人都很喜歡他 所以我們就會三不五四 有機會開始放手 郭松芬 郭松芬 對 一直反覆提到這個關鍵詞 在臉書上一直寫不寫一些 對不對 那讓他盡量多出現一點 對 那 轉到 轉到他的那個 作品事實上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 可以有幾個方向 剛好也可以 你看就接林文藝老師的 作品來談 就是我覺得 兩位老師的作品 加起來 我去取其交集 發現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至少這一本跟非常好我們其實都可以談 呃 在郭松芬的小說裡面 有一些論者會把它歸入一個 一個標籤 叫陰性書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詞 Chris Diva 就是 陰性書寫 聽不懂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因為我覺得這個標籤是錯的 就是 對 但是無論如何 很多論者會認為說 郭松芬的特色是說 他有一種很奇特的 陰柔的氣質 尤其在他的文字裡面 就是 當然他要寫得很陽剛是可以的喔 比如說 他寫成 陳疑 對寫成疑 或者是他寫落酒花 很有陰奇 很有瑕疑的女子這樣 可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包括像 草 有點憂鬱的 甚至是 我認為幾乎 幾乎可以算是同志文學 或者是在 月映跟月駱 這兩篇 雙月記這兩個月 這兩篇作品裡面 他進入了一個 他完全是從女生當敘事者 然後談了也是主義詞的故事 也是兩個寡婦的故事 兩個未亡人的故事 不一定是寡婦 你兩位亡人的故事這樣 那 這是第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談談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 同時在北風之南 其實如果在林文堯 這幾乎其中在你會看到 一樣的 同樣都是身為男作家 可是 這邊的主要敘事者 雖然是小孩 但是主要的故事軸線 就是三位 3.5位吧 因為有一位 我插一句 我這本書是 寫給郭松跟看大道場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他是 1995年的十二月 這本書完成是公元兩千年 這樣 呃 因為 呃 怎麼講 等一下再說 哈哈哈 沒關係 那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說 其實在這本裡面 這是很特別的 因為雖然這樣講很老梗 但是 因為我自己是男生嘛 所以我就是在想說 我到底落宿 我這個東西要怎麼寫 欸很難欸 因為 小孩子上去寫媽媽 媽媽的房客 房客有兩位舞女 然後這兩位舞女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感情生活 媽媽自己感情生活的狀況也不好 整部戲的主軸 其實三個女人的 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特別是男人 如何面對那些糟糕的男人 或者是唯一不糟糕 但最後會讓你幻滅掉的男人 就是有三個 三個不同的 三組人這樣 那 那這東西其實不容易處理好 就很像郭松芬在處理那個 月印裡面 一樣有一個 在月印裡面有一個甜蜜 就是他的丈夫 因為參加社會運動 然後最後被 被槍局這樣 這裡面有一位小章 他應該是 台大哲學系事件相關 或者是 陰海光那一題 那一題的學生之一這樣子 那 這邊也有問題 而且這個連結很有趣 因為 郭松芬也寫過陰海光 有一篇短篇叫做秋雨 在這裡 這本裡面有書 就秋雨寫的完全就是陰海光 而且他的 視角是 學生寫老師 就是好像 以學生身分去寫 快要去世的老師 那 這是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這個陰柔的特質 我覺得對照起來很有趣 那另外一個 可以談的部分是 那個 喔 在語言上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對比 同樣是那個時候的大稻辰 跟 可能書寫的階級 也不會差太多的 我覺得角色階級看起來 不是 原型小說的角色階級 也是重疊的狀況之下 其實郭松芬的 這個語言相對來說是很 很慢 很輕柔 很鮮細 但是很憂鬱 我不知道該怎麼把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但是他把它加在一起 這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 我剛剛有問主要難為我可以投影一下 因為我後來發現 郭松芬小說我沒辦法這樣講 就是 我很想就直接說 你看了就知道 就是長那樣 對 那像老師這邊這個就是 有非常大量的對白 然後這些對白其實是 很 很台語的 然後而且 而且是我們這一代的寫作者 比較沒有辦法那樣子掌握的台語 對 我們這一代寫作者可能 寫台語寫得比較好的一些 也不出在大稻辰 就是 是大內鄉的楊富林 可是是其他人 所以這裡語言上 我覺得也有一個可以對照跟比照的地方 那第三件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可能同樣是 可能同樣是 有大量女性視角的關係 就是 在這兩本小說裡面都出現了一個 不見的或沒用的男人 男人都不見了 男人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然後 如果他們回來 都不會好事 對 那如果他不回來的話 生活可能還OK 就這樣下去 那那個缺口會成為一個永遠的洞 就是 這些 這些女子們的生活 有點不太知道該說 要不要期待他們回來 因為 好像回來也沒有比較好 可是不回來好像是一個 生活裡面一個凹陷的重心 好像一個黑洞一樣 把整個世界的秩序都弄得很混亂這樣 比如說像在郭聰芬的 那個奔跑的母親 原名的奔跑母親 就非常明確就是 母親在生存上 一開始最大的壓力就是 丈夫去南洋打仗 沒有回來 整個家族的人叫他改嫁 因為沒有人想養他 整個家族的人叫他改嫁 但是他一直在想著 一直告訴他的長輩說 如果他回來了我要怎麼做 然後 但始終 丈夫都沒有回來 然後他甚至還 裡面有一個我覺得很美的儀式 就是 他據說 據說有一個儀式 可以在某一天的時候完成 就是 台北大道城有七座橋 你要不重複 寫不回頭的 連串的走過七座橋 然後不知道是向月娘 還向誰祈禱 你的心願就可以完成 然後他的 他就用那個 一個小孩的敘事者寫著 看著媽媽的裙擺 就這樣 從橋邊飄走 飄走 然後仿佛又飄近 一座一座橋走過去 但他很快速的 在那段之後接著 當他七座橋走完之後 母親就改嫁了 走完之後他就發現 這一切 這個許願的儀式 在這邊我覺得有一個很強的張力 那同樣在北風寺南裡面 就是敘事者的媽媽 也是一個 他爸爸也是一個很糟糕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 糟糕到連小孩都知道 就是他會 他甚至 就是 這位敘事者的媽媽是 人家的小三 簡單來說是這樣 是人家的小三 但他爸爸還帶著敘事者去看小四 而且據說好像 我怎麼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我怎麼覺得在裡面一兩行 小四好像不是終點 就是 好像還有一些 大家看不太清楚的東西這樣 所以在這邊我覺得 這三個點是可以很有趣可以 老師當然也覺得 記得談北風寺南戰 我可以比較一下 比較陰柔的語言 然後消失的男人 跟一些特殊的 關於大道成這個語言的語言 那我們就交給老師 好精采 對 欸 謝謝大家 那個 因為我 我那個 坐車坐太久 跟我在一起 那個 欸 我跟 那個 可能在台灣 我跟郭松溫是 接觸最平凡的 那 那個 剛才那個 玉琳很棒 大家看到他寫很多那個 我今天要來的時候有一個 我在文壇最熟的朋友 有一個 嗯 各位都知道那個文壇 有一位先生 他做生意做得非常的大 然後這三四年來 我們朋友勸他回來寫小說 欸 黃定谷先生 黃定谷先生 黃定谷先生最崇拜的就是 郭松溫先生 那 對 那個玉琳有寫過 憑他的 冷熱 這樣子 那裡面有一句話 真的說中了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一本 冷熱 裡面有一段 就是台灣的男人 尤其是我們這一代的 我們這一代 那個 真的是最黃金的時代 所以我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次看到 這麼有成就的年輕作家 真的都要退潮了 過兩天又要去評那個 國藝會的輔導金 那 像他們都很有才氣 不像我們這些老賊寫了四十幾年 我寫了四十五年 十八歲開始寫 我現在已經六十二歲了 隨隨啦 那 郭松溫是這樣 我簡單的講 那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東西 就像那個 玉琳剛才講的 是在一九八四年的時候 他正式用他郭松溫的名字 我當兵的時候 我十七歲就加入國民黨 劉克強寫過一首非常好的詩說 十七歲就加入國民黨 反骨生平最丟臉的詩 他說沒辦法 我們那個年代 各位差不多 你們都知道 你們在高中當班長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 像這麼會唸書的 就唸建宗什麼 那個不會唸書的 才會被選做班長 你知道嗎 他叫你去彈一些話 然後後來就混混混這樣子 然後後來當兵的時候 我當政戰官 看到那個資料上面有一個 海外那個什麼 叛亂分子 郭逆松生 劉斐大任 對對對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欸郭松生 他後來是因為 我最早我認識他爸爸 他爸爸是國內非常有名的一個 資深的畫家叫郭璇 然後他妹妹也是師大的美術系的教授 叫郭鏘美 然後他的姊姊是郭真祥教授 當過那個師大藝術學院的教授 那我簡單的講是因為這樣子 我那時候在1984年的時候看到他的樂意 那時候我在報社工作 哇 我一開始說 這個郭斐松生 終於現身 其實是這樣子 他一直在聯合國工作 我們要感謝一個人 今天那個那個 我們這個朱帥哥 他就他的那個文學跟學術 但是可能因為我跟郭松生 曾經有十年的時間 我們每半個月會通一次電話 然後都關門了 因為他在紐約 然後都跟他講電話 那個他的太太李余老師在NYU教書 所以都不在 他說我跟他通電話 那那個 他剛才講的那個印科跟他做專輯的那個是 裡面有一篇我寫他的 叫做《末路與淮香》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是因為 1995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當那個民進黨的主席 施明德先的辦公室主任 那我不知道說施先 我不是民進黨喔 對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加入國民黨 加入一個黨已經那麼爛了 加入另外一個黨神經病這樣子 那郭松生先生以前都告訴我一句話 因為我跟他10年裡面有通了很多信 我現在是手上有一疊他的信 這樣子 那以前那個印科的總別集 出外民現在一直要我把信交出去 我就這樣 好像就會讓他不太高興這樣 那朋友的信是不能交的 這樣子 因為他裡面 他那個 然後1995年的時候 我遇到一件事情 我那個寶貝老闆不知道怎麼樣 都自己身間不太好 居然去跟新黨喝大和解咖啡 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去當他的那個 大和解是好的啦 問題是你還沒執政 去跟人家大什麼和解 這樣 就被王畢國先寫了一篇東西 罵好了 說什麼 那邊有執政 人家那時候煩偏要選總統 夫妻阿弟啊 在搶子妻子 夫妻米媽媽 那四名人是個好人 那 因為我每年的12月25號 因為每年的聖誕節 是我真正的生日 那我的習慣是 我一定要挑一個地方去 這樣子 那我就決定那一年 我就要聯絡那個 納約的那個朋友 就是說 我想去找一個人 就是郭松芬 他在聯合國二三樓 然後我就坐那個下午那個施明德 那個 因為他去跟人家大和解 我都不知道 我是他辦公室主任的 然後誰跟他一起去大和解 我現在可以解密 陳文倩 林佐水 周伯倫 洪其昌 他們就陪了他 然後他那天 因為他很怕我 施明德很怕我 因為他知道我最好的紅粉知己就是李雅拉 對不對 然後我就一直嘴巴說 大和解 你知道嗎 因為他說 我是他立法院民進黨黨團的辦公室主任 那時候所有的立法委要去哪裡行程都要我批他們才能動 然後他說 因為他另外一個身份 又是民進黨的主席 他說那是中華黨部的事情 是陳文倩跟他們的事情 我說 我的那個辦公室的電話已經被打爆了 你知道嗎 卡來賣 我去死啊 怎麼辦 沒有 我那個民進黨的支持者打電話來 我們那個助理都被罵哭了 對不對 那他那天下午 他就跟我講說 林主任 你一定要陪我進立法院的議場 我說幹嘛啊 這樣子 結果我一去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一兩百步的那個攝影機 他燈一直亮 我站在他旁邊 我嚇死了 我以為我得諾貝爾名牆 他說 這怎麼回事啊 他說 欸 你去說 蛤 怎麼看到平常我們那個 都不太送的那些人 照燒卡 一群人 我馬上就說 喔 我有這樣的偏見 後來知道說原來民進黨也跟他們差不多嘛 現在 然後我就回頭走 他就說 唉啦 你背我那個時候 我有你自己去欺負 後來怎麼回事 喔 原來去大和解 我說你要大和解 讓我知道啊 反正第二天我在照原來的事情 因為我早就跟他請假 我第二天在三點多的飛機 我在撐飛紐約這樣 然後第三天的報紙看出來說 喔 那個大和解 後面那隻大黑手 跑到紐約去 然後他們去找 蛤 我竟然去找那個 附匪的郭松芬 你看我 我跟你說 台灣就是這樣沒你意義 你知道嗎 好 我這樣跟他講 特別要講這一個事情 我這一本書齁 這個實在是太可貴了 等一下可以供大家傳閱好了 聽到全台灣只有我以後 那簽名的 在這邊寫說 紀念與林文義兄在紐約出會 郭松芬199512月20號 這樣子 這樣 怎麼樣 我們永樂做的那個 米勒的老闆就看到這麼近 那邊拍一拍 對 然後那個畫家就 畫家就帶我 等一下給大家照相沒關係 對 然後就 坐那個電梯 坐到二三樓 因為要上聯合國 他們要檢查嘛 要你有認識才能進去 原來他們每一層都那個 上去了 第一次那個門一開喔 啊娘尾 我差一點 我差一點退回來電梯 你知道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 那個就是林輝英設計的 你知道嗎 就是習志摩這樣 愛到愛不到的林輝英 聽說他是第一個 有史以來爬上紫禁城屋頂的女性建築室 非常了不起 長哥又漂亮 那個國徽現在也是告訴他們 不錯喔 你看 坐在這裡你俗氣 我終於在講八卦 各位知道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 是一個天安門 對不對 然後下面五顆星 然後是太陽花 這是他們的國花 所以我們這裡神經病 我剛才看到那個 國花 太陽花很緊張 他們的國徽 我一看到啊 這樣子 然後紅旗飄飄 然後裡面有一個人都認得我 蛤 你這個台獨 你敢進來喔 對 我都知道 那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那個 那個郭先生在那邊當編譯 編譯就是說他們這邊有一些東西 當然要翻譯英文 郭先生英文 那我永遠記得他這樣子 然後那個 外面零下十五度 那個美國大風雪這樣子 我就去啊 弄門啊 這樣子 那我兩個都大陸 因為我是大道成 念太平國小 對 剛才那個玉勳講到說 裡面他有個小說 要經過七個橋 因為以前喔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看 那個蘇國志先生的一本書 叫做《水城台北》 那時候那個台北有很多水溝啦 不像現在全部被蓋掉啦 對不對 然後你以前不會想到那個 他們還沒有生出來的時候 那個我很曉得說 那個台大旁邊有一條小河 你知道嗎 還有人喔 滑著那個 滑著山板在那邊捕魚 你可以想像 就是現在那個 上面那個新生南路的下面 那這裡有公俊 這樣很小 那我這一本書真的是 我為了寫大道成的事情給他看 我跟你說 這個封面這一個女生喔 是現在十大台團的那個 第二個太太這樣子 這個女生拍這張照片呢 這個真的是東雲閣酒家的紅舞女 我爸爸追他 老師都追不上 多幾啊 這樣子 所以他剛才講喔 那個小四 那個是我爸爸 真的欸 就帶我去看那個阿姨耶 你知道嗎 因為立華阿姨 對 立華阿姨 對 沒有啦 因為 因為我媽媽以前那個年代 因為爸爸都受過日本教育 就像那個郭謙在他的那個自傳裡面 不是自傳 他自己講的訪問裡面 其實他的那個 大家如果有空去看他的《驚婚》 其實《驚婚》最精采的不是那個小說本身 是後面那個訪問 他講的有夠清楚這樣子 因為他爸爸年輕的時候都在賣畫嘛 所以都在廈門阿 在日本阿 所以很少回來 所以那個年代的男人喔 因為他們的那個 對祖國充滿了夢 沒想到那個228的以後 讓那個在台灣的六百萬人 他說 啊這個祖國來怎麼是這樣子 掠奪啦 屠殺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夢都沒有 譬如說 我跟那個阿里桑聊天的時候 他絕對跟我夾日本話跟台灣話 你不能跟他講普通話 因為普通話你跟他講的時候 阿里桑那麼好的修養 他會跟你冒一句話出來 你說 啊你是在講珠子的話嗎 你說豬阿威這樣子 對 那真的是 當然不是那個啦 我就覺得說族群是很重要的 我到後來各位 因為有一段日子喔 我跑去當民主 各位都知道 對不對 對 然後郭聰恩先生就告訴我一句話非常好 他說第一 作家是永遠的反對者 作家是永遠的無政府主義 這兩句話送給大家就好 所以他寫東西的時候喔 他在溫柔裡面喔 是因為他的個性 他說喔 那個文字 我相信那個玉勳等一下會跟我們出來 他有幾句名言非常好 他說喔 寫文學的人喔 他講的比較客氣 就是喔 值得用一身喔 的精血全部都放下去 然後呢 那個挑字 一定要用很好的字這樣子 所以挑字就很像在那個骨頭裡面喔 挑出那個白色的那個白脊 要讓他那個整個那個 完原骨頭的那種非常增容的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完美主義啊 因為是這樣 我要簡單的講喔 我跟那個郭聰恩大概從他 我1995見到他這樣子 然後在美國那15天 他還幫我做生日 然後我還好快樂喔 他說其實是知道不知道如何是好這樣子 然後我去找他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王鼎君先生也來了 那時候 然後 他真的很用心 然後 我去他家裡的時候 他 他 他就在那邊 那個鯉魚負責做菜 然後他負責在那邊洗盤子這樣 然後 我們就問他說 欸你們家有幾個小朋友這樣子 對 然後 他還沒有講的時候 鯉魚說三個這樣子 其實他有兩個兒子 然後我說另外一個呢 郭聰聰就是我 欸 你會想像嗎 他長得很像日本天王 很像那個現在的日本天王 大家如果看到那個長像日本天王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好 簡單的講 因為他念的是日清國小 日清國小 而現在大家如果到零下路夜市去的話 走進來那一棟就是日清國小這樣子 那 他的東西喔 其實非常用心的寫 但是他每一次寫一個東西都要放好幾年 才會回來改啦 那我永遠記得 好 再講一個那個趕快給玉薰 就接下去 那 我自己是大稻辰的人 那個大稻辰 然後 當時寫這個真的是他鼓勵我寫 因為我都寫閃人 你知道我小說寫得不好啦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欸阿姨你要寫一本那個大稻辰的小說 我說有啊 我有一個學長叫東方白啊 他寫了那個浪饒 他說那太長啦 你寫起來一百多萬字喔 這樣子喔 欸你要 他就跟我講說 欸阿姨你要用九萬字 我就真的照他那個就九萬字 然後那可能是台灣第一個最後的連載 那時候連載在公園兩千年 以後報紙都不連載 那謝謝小說家蔡樹根 因為他可能自己寫顏田而民 他自己在編自由時報復刊 所以就把他連載啦 這樣子 連載完所有報紙都不敢再連載 因為現在寫得太壞了這樣子 然後簡單的講 其實我那個書不足為道啦 我們還是講郭松坤啦 這個是我跟他致敬 因為我寫散文嘛 他都知道 這個其實是寫得完的啦 我怎麼寫不過這些少年啊 在用也寫不過我的朋友李昂啊 朱天馨啊張大春啊 黃定伯啊宋哲來啊對不對 那好簡單的講就是說 他到了那個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事情 不知道我們在座的朋友有沒有感覺 真的是 那時候也不知道怎麼 2005年的時候 其實玉勳我跟你講喔 那個那個即使齁 那個 硬科早要做了 然後他動作很慢啦 因為前一年就要做啦 剛好那個 那個動作真的很慢 他說好啦 那有人在做啊 他甚至於他很反對出書耶 對 那郭松坤曾經講過 他說說啦說啦 在台灣給他齁 看得起眼的做交不到五個這樣子 他說出書幹什麼 浪費 我這樣子一聽 大哥 出書哪裡做的 他說 沒關係你不一樣 你二刀流 你看他講話 二刀流說 又會寫閃 又會寫小說啦 他說不錯 小說什麼不好 他說至少你會畫漫畫 對不對 然後好 就一個事情就發生了 就一拖 拖到第二年 沒有想到 因為我每 我甚至於 因為我跟你說 我跟他通電話 我們兩個都用台語講 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 他那個 他從來不跟我談文學 他說文學不是用談的 文學是寫出來的這樣子 然後呢 他說 那我為什麼要跟他講話 他不斷的問我 大造成現在哪一家酒家改成怎麼樣 比如說東雲閣酒家 我裡面寫的那個酒家 全台灣最有名的那個叫東雲閣 那現在的東雲閣就改做什麼你知道嗎 就改做老委會 然後我現在那一棟 他隔離的大樓就是東雲閣這樣 然後再過來一點就是那個義美 義美 其實義美最可貴的隔壁那個 是蔣衛水以前的醫院 那到那個南京西路口 那個228發生的那個地方 放一個杯嗎對不對 那個地方喔 以前對天馬草後面 還有一家黑美人啊 那黑美人以前我們老台北人都知道 這個黑美人他英文翻得多好你知道 叫歐兵品 歐兵品 他全部都沒你這樣 其實更早以前這個黑美人 是他後來改的名字 因為前面的那個名字叫做萬里虹 喔那個名字真好吃 萬里虹就改了 現在公開是萬里虹 對對對 現在是把他改就要給他當文創啊什麼的 對 然後好簡單的講就是到了 終於到了2005年的時候7月 喔印刻終於把他那一本印出來 我跟你講 你不會想到他 我一接到那個書以後 我馬上打電話給他 結果平常都是他接電話 那一天 一個非常嚴謹的男人 他一天說 你什麼人 他有這樣 他弟弟 他有一個弟弟是一個佛佛 在西藏學那個 非常有名 是一個佛佛 京都大學畢業的 叫郭松蓮 他就很緊張 他顯然是已經很多人 他說你是誰 我說我是林維毅啊 我說喔林維毅喔 他已經腦死三天了 我說蛤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李維就 電話都拿起來 你知道那個李維姐 你如果有上過他的課就知道 李維姐那個 這個面冷清了 他就有一句話說 阿姨你趕快來紐約喔 記得趕快來 紐約咧 紐約咧 賴到我 我等到蛤 因為我這個人 我不喜歡美國 非常不喜歡 美國這個國家 這個 不要說 不然會被暗殺 這樣 所以才看分級者而已 分級者 對 然後 我就趕快說 哇他氣了 我就趕快去 幾百年都沒去美國了 我就趕快打開 那一本那個簽證裡面 有沒有 我老實在有點悲 心裡都滿想說 希望那個簽證 剩下六個月了 就失效 聽說 還有還八個月 蛤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太太太說 怎麼辦 而且第二天是7月5號耶 他是那一段日子 那個移民的啊 怎麼樣去美國的是最多的 其實是他們的國慶 飛機票是最貴的 對不對 我沒辦法第二天啊 然後第二天 那胡靖倫又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胡靖倫在賣鐵 要處理他的 胡靖倫說 你說林大哥嗎 我說是啊 他說那個女儀喔 跟我傳一個那個電腦的那個 叫你趕快去紐約來 用最快的速度 哇哩 我說趕快 我太太也叫我說 你就去吧 我說怎麼去 我說趕快問旅行社啊 啊看到 我有一個表面在開旅行社 我說拜託你去找我一間會 你不是你的名字 要去找最快的 你要坐華航 然後飛到安克拉茲 再從安克拉茲飛牛 要17個小時這樣 我說比較快 我一張票 因為要去哪裡找票 那些票都在 我說給我三物倉的沒關係 大哥 三物倉一張11萬 我問啊這樣子 我就跟初萬名說 欸那個你要不要跟我加版 所以我就去 初萬名還跟我講說 還不急了 你趕快去附近的書店 去買幾本那個印科23級帶去 齁 你們可以想像喔 我終於弄到了一張票 這樣 他說四萬八 那個普通的 就有人退票 後來後來 後來後來 你看一個人四點五分 那個飛機滑出去這樣 所有的人都帶著大行李 所以我穿得簡單的 然後就拿了一個包包裡面放急 這樣 你們不會相信我坐那一班飛機去 坐那一班飛機回來 中間只有四天 好 我就見到他 我跟你講他已經在 回去的醫院這樣子 我到那邊已經12點 半夜12點 而且他們家裡那個JFK齁 差不多有80公里 我這個人喔 平常是最不喜歡用特權的 我真的沒辦法 我只好拜託外交部一個朋友說 拜託你請一個人喔 來接我去 因為你到那邊 你怎麼叫個計程車 搞不好把你載去賣掉 所以我英文用不好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 所以說 我這個很謝謝夏立言先生 他說他當紐約的那個總理 他就派一個人 我一下來的時候 就看到他拿一個牌子這樣 我就很安心 我跟你說啊 那一天 在紐約下大雨 我在那個100號公路的時候這樣子 我不知道說 我會去看到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第一次看到五個雷電這樣 在地平線上 我打下來 我想說 喔喔喔喔 我跟你說喔 我第二天我見到他的時候 他插的管子這樣 我把那一本那個 雜誌 他根本沒看到 我放在他的手中 然後我把他兩隻手抓 然後我抱著他 財產人聯絡 不過大哥我來看你 真的想哭 這樣子 然後我就陪他 陪他到這要把管這樣子 他把管的時候 他心裡的那個心跳啊 他22小時 我一個人坐在那個 紐約機場 所有的人都好快樂 是一個節慶 看到我的兩個同學 他們要帶著孩子去上哈佛這樣 欸阿姨你怎麼這樣子 嘿 你知道我心裡多悲傷 我看了一架一架的飛機在那邊排隊 對我要回台灣去 不過上那一架滑航的飛機的時候 那個空空小姐說 林先生 怎麼又是你 他們他們的飛機停在那邊 然後他們休假大概三天嘛 就同一個組員 好 再回去 你說你在幹什麼 我說我在做軍火買賣了 他說我在做軍火買賣了 然後也說 結果跑了那麼遠的路 你想我 我在紐約很多的朋友 我怎麼我的朋友死掉了 我怎麼有心到那個曼哈登去看那一些 對不對 就很難過的回來 所以那時候報紙喔 把我 也講得說 我很夠義氣啊什麼 急奔復美啊這樣 的確是這樣子啦 啊一個朋友死掉以後 我就不再上電視了 我就努力的寫一張 所以這個郭謙是一個很特殊 但是過去 他的書一直賣的都不好 苦靈齁 那個有一位 我們要苦靈 講過一句名言講得真好 然後寫得越好賣得越炸 玉琦你也出貨了 很難過 但我們現在都不太敢給出版社出書 拜託請不要出這樣 他以為我們客氣說 真的很難賣 原來害人出版社 你知道嗎 OK 那就是說 郭崇溫的那個作品 我想那個 我們再請那個 那個 朱帥哥在跟我們說 那我是建議這樣 你看那個朱帥哥 這個提問 好 那我來吧 這樣 這樣嗎 對 你最想問的 譬如說 那個 那個 郭崇溫平常那個 不過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跟各位報告 一定要感謝那個 葛帥銘教授 我跟你說 我偷偷的想一下 反正他都不在了 那個 李一姐也不在了 反正有時候 因為李一姐是個很好的人 但是李一姐你們如果有上過他的課 就知道他上課很多很好 但他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 很酷的人這樣子 郭崇溫一直想回來 但是他中風 二度中風 他沒辦法回來 最後誰在陪他你知道嗎 他倒下去的那一刻 其實他倒下去的那一刻 有人拍到 因為有一個 陳大的一個 阿 潔淨明老師嗎 不是 魏偉令 阿 魏偉令老師 聽說他有拍到 所以那個李一老師對這個很不高興 我最後再補充一下 他第二次中風的時候 他那時候好像人喔 人好像要遇到什麼事情都明明中文 他到六月的時候 因為李一老師要到香港晉慧大學 去當那個註銷座家兩個月 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問郭松溫說 那因為郭崇溫有兩個孩子 都已經都長大成人了 都住在外周 沒有跟他們住在一起 郭崇溫他們家非常漂亮 這樣子 然後 他們的花園後面都是森林啊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個 他那時候也講說 那要不要叫那個朋友來陪你 你最想要哪兩個人來陪你 他說 林文藝跟 孟東嶺 這樣 因為孟東嶺跟他最好啊 對 那我那時候看到我媽媽身體也不好 那我就說 郭大哥我不去 他說好可惜喔 我應該要去 真的 因為他們兩個大概談得太高興了 你知道 他說砰 倒下去這樣 所以李余姐那時候 喔 對孟東嶺很會勇敢 對不對 說 什麼事情講得太高興啊 所以就怎麼樣 其實那個 反正就是這樣 因為李余姐真的很 很愛那個 果達 她的人生 她的一生都是以她為主 這樣子 然後 她那個 就是因為這樣齁 所以就 真的是蠻難過 但是很感謝 為什麼要感謝陳芳明老師 因為陳芳明老師 在幾個月以前 居然幫她辦到台灣護照 這樣子 這是我那個李余姐跟我講的 然後我趕快打電話給陳芳明老師 那陳芳明老師 有一個最好的朋友 是那個史丹佛大學的那個教授 就當過我們的喬委會的主委 張富美教授 因為她的喬委會 所以她馬上就去幫忙 沒有 那郭謙有跟我講說 她已經被扣掉那個護照 她已經三十幾年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因為她拿的是聯合國的那個 那不算護照 工作證 那個叫做白皮書 對對 就是她的工作證 她說那個李余姐有跟我講 她說她整個晚上一直到天亮 她坐在那邊終於哭了 看著護照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但是她那個狀況沒有辦法做 那個高空的平均 對 所以她最遺憾的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只能 我還寄那個 我曾經主持過電視旅遊節目 我寄一個那個 整個台北 我主持一個台北的每一個地方 我只能寄那個東西給她 那個李余姐還跟我講說 她沒有 她們家從來沒有那個 因為她們平常不太看電視 她們家根本沒有放影機 為了這樣 還去買了一個放影機 還看那些碟片 然後她說 郭大哥跟她講說 蛤 大稻臣就是這樣子 然後她就靜靜的一看這顆一看這顆 從那裡去找她的鄉主 不過我可以告訴她 郭聖恩是不管怎麼樣 我跟你說在台灣 在中國大陸大概都一樣 很多這樣子有她的意識形態的 她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對 其實她有跟我講 大家以為 因為我們這邊 獨派的朋友都不太會提到她 說那個大通牌 這樣子 一句話把她打倒了 你知道嗎 就像陳范銘老師以前 人家只要一句話說 那個大台獨 這樣子 都不去想說這兩個 我們這裡很奇怪 很少說用東西 用作品來衡量一個人 而且用意識形態來衡量 我自己吃過很多這樣的虧 真的真的 喔 林文藝有當名嘴喔 喔 這樣子 然後不像我說 至少什麼事都做不好 我因為這十年來 很謝謝郭聖恩先生 我就是因為喔 跟他這樣子聊天 我才學習到他的那個點範 就是寫文章慢慢寫 慢慢寫來寫好 OK 沒關係等一下再給大家問問題 等一下那個裕馨 如果有什麼問題就問我 我這樣負責答題 不要再說 來喔 來喔 可是我真的很羨慕林文藝老師 對 因為就是 我們這輩說出來 來不及 真的來不及遇到郭聖恩老師 這樣子 所以那我之前看一些訪談的時候 就 常常會看到林文藝老師 因為 郭聖恩老師的訪談 主要也很少喔 其實他很少耶 接受訪談這樣 主要也是幾乎 對台灣文藝來說 跟隱居沒有兩樣 大概我所知道的只有五位吧 林文藝老師 廖玉慧老師去過一次 吳賀老師去過一次 陳大簡易民 就是金婚後面那個 最精彩的那個 金婚去過一次 香港也會做 記者叫李 李懿有去反過 為了保證的事情去反過他 大概我所知大概是這四五次 然後 像剛剛老師講那個說 原來這本是要寫 某什麼意義上 寫大稻辰給他看這件事 對對對 對我真的蠻感動的 而且 我都想到一件事情 這跟他有點點沒有關係齁 就是 對他們這樣的 流亡 然後某種程度上是 跟流亡沒有兩樣的作家來說 其實這種空間是很珍貴很重要的 像 我剛剛提到劉達人 劉達人寫了一本小說叫《符游群落》 就是 他也是人在梅果 然後寫台灣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 後來他在他的那個 新版的那個後繼還去之類的地方 他有提到一件事 他在小說裡面有提到某一個場景 他說那個場景那邊好像有一尊 講公圖像之類的東西 我已經忘記了 他有描寫到一個細節 不知道是什麼左手還右手怎樣 他在寫的時候 千真萬確的記得 真的就是這樣 他從小每天經過那個地方 不會錯了就是那樣 所以即使他根本沒有去查 他就覺得 結果等到幾十年後 他可以回台灣了 然後回到台灣 走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看到的東西他傻了這樣 他把左右給你寫反了 可是他一直到那一刻之前 他一直以為 他相信的就是真的 就是這種時空上的落差 他有點感傷的寫到這一段 就是那個記憶 空間帶 空間跟時間的分割 然後帶來一種記憶上的落差 跟書寫在線上的問題 我覺得這東西很明顯 那 郭聰芬其實 剛剛 剛剛那天我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因為剛剛老師提到 他的政治立場的問題 雖然他在 談作品的時候 如果 評論者問他政治立場 他都會直接告訴他說 小說不是這樣 但是他的政治立場其實很明確 但是他有一個很明確的意思就是 那個小說 這件事 文學這個領域有他自衛的邏輯 他有他自己的邏輯跟價值觀 不能他外面的政治還是犯法 但是他的政治立場實在是明確 這不代表他放棄政治 這是兩回事這樣 那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功夫來說 各位想像一下 就是 在民族立場上 台灣最常見的功夫可以這樣分 就是 統獨 這是表格的一側 左右 就是左派右派 表格另外一側 所以你就會得到左洞左洞右洞 嗯 四個排列值得 如果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呃 目前為止 比較活躍的台獨 大部分都是右洞 然後 郭松芬大概是左洞 然後 國民黨是右洞 對 然後 左洞 左洞 他一個應該比較少見是左洞 左洞大概可能要往前推到謝學鴻吧 或是 陳芳明老師 陳芳明老師 他認為他的立場是這個 對 我覺得左有點 可以討論一下 對 那 反正 郭松芬的左洞是非常明確的 可是其實他很有趣喔 同樣是左洞 在台灣也有一隻左洞知識分子 以陳映蓁為首 到後面最近有一些作文化研究 比如說 趙剛 呃 陳光新老師 這些都是教授 還有 少部分的作家跟那個 藝術工作者 性別人六者 這邊也是左統的系統這樣 可是郭松芬的左統跟他們的左統 脈絡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一個最大的差異是 陳映蓁這邊的左統 他們的精神來源是上層 1950年代的地下黨 所謂地下黨就是 有一群台灣人 大概有兩三千人齁 真的加入了共產黨 他們真的準備了 在這邊做了一些工作 要準備在中共打過來的時候 他們要接收的 要幫忙接收的 顛覆的 而且是當時最有理想的 一群青年 那陳映蓁在1960年代 1968年的時候 關 因為讀馬克思維的書 老師裡面有提到這種細節 從馬克思維被關進去 那所以他就遇到這些地下黨的人 從他們身上 傳承的這個東西 往下傳 這是他那邊的脈絡 可是郭松芬的 左統不是來自這邊的 他1960年就出去了 他根本沒有機會遇到這些地下黨 那所以 他的脈絡比較像是 我自己的觀察是 他真的是從 學術中得來的 他的立場是 真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 就是他在那裡 他透過他的哲學思辨 他的閱讀什麼的 去真的去寫這樣 很大部分的 左派 在台灣的左派 早期寫的文章 你沒知道那是一個政治宣誓 他在告訴你 我階級立場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革命應該怎麼做 我們鬥爭應該怎麼做 他有 但你知道他理論來源就是 我跟著史達林 我跟著誰 我跟著誰 這樣走下 可是郭松芬的思考方式很特別的 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對他而言 台灣也算中國的一個 一個脈絡下 中國或華人的左派是怎麼回事 我們真的可能 在這裡用左派成功嗎 如果現在不行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的左派跟歐洲左派有什麼不一樣 跟美國左派有什麼不一樣 跟俄羅斯的左派 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非常深刻一直在想這些問題 而且他據說 他寫了兩箱資料 但是沒有整理書版 這是他跟傑義明說的 他有兩箱筆記在那邊這樣 他是曾經想要辦法整理 但是後來體力不記憶沒有辦法 所以在這個脈絡裡面 我覺得很有趣一點 是說一般在傳統上 尤其現在 如果有看過少數人 人在追我臉書 會知道其實我常跟左派的人吵架 因為我認為在台... 可是吵架的原因 並不是我沒有辦法理解 左家派這個組合 對我來說更深的根源 就在郭松芬這樣的 海外的左派的身上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對這些 當下台灣內的左派滿意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不到左 我一直看到桶 我一直看到桶在左前面 他們的左是因為 中華人民共的國 說他是社會主義 所以我支持他的民主 可是中華人民共的國 現在早就不是社會主義了 早早早早就不是了 那郭松芬的民主立場是很明確的 他絕對是相信中國應該要同意 而且應該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同意 可是像他在1971年代有寫過一篇文章 這是現在大多數左統的學者 或者是作家很難願意去面對一件事情 他在談一件事 他寫的那篇文章分兩部分 一部分給所謂的外省同學 都是左翼圈子裡的齁 一部分是給左翼圈子裡面的本省同學 然後他告訴... 他告訴本省同學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常聽 就是我們這些知識台獨人常聽 就是你們還是要放下分離主義啊 不要一直想著要從大的文化漫畫 怎麼被切割出去啊 弱小民族應該團結 現在世界應該要團結這樣 這樣要亂掉 可是特別的是他跟外省同學說的話 他跟統派的外省同學 同樣是左統的外省同學說 你們不應該一直壓著台灣同學 逼他們給出我們要的忠誠度 他說台灣真正的解放 即使以社會主義觀點來說 不會是我們帶著他的解放 而是當台灣人自己願意解放 並且願意走上這個道路的時候 這個解放才真正的來個開始 我們必須擔心的等到這一天的套完 我覺得郭忠祐在這邊角色很有趣 他是本省人 但是他是會左統 如果在現在的直覺的光譜來說 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現在直覺想起來本省是同派 好像是一個有點怪的連結 但其實其實也沒有跟他想像 他沒有那麼困難這樣 那更有趣的是他後來的一些經歷 我覺得那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政治運動者 跟作家之間的差別 就是有一個文學的心靈 給予他的彈性跟對人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他真的感覺到人的問題 那個人在中間掙扎的問題這樣 比如說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林溫瑤老師可能也知道 他自己想了 就是說他跟郭雪茂他爸爸 以前常常就民族意識的問題吵架 那爸爸就是老本省 好像是日本時代了 而且好像幾乎不學國語 對 他超級討厭 28之後超級討厭國語這樣 絕口不學國語 反正他還不靠這個 他賣話都在日本啊 什麼地方賣這樣 那 你看郭頌芬又是一位總統這樣 所以兩個人在民族理想上 一定是會常吵架的 然後很常很常吵 結果後來因為郭頌芬 在那個聯合報 聯合國工作的關係 他有機會受邀去中國 他就約他父親一起去 然後我不知道他約這個目的是什麼 但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有一種就是我們去看看吧 我們在為死而操嘛 那我們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中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在那之前大家都只是聽嘛 其實在美國你看很多資料也是人家流出來的 對而且那時候 1960年代全世界左派這個 大家超崇拜毛澤東的 流出來連西方世界都覺得 中國好像是一個很了不起 做得很好的地方這樣 所以他就被受邀過去了 然後下了飛機 他們一路吵 他就說他們坐飛機一路吵過去 結果下了飛機他開始被接待 然後當地人的 當地的官員帶他們去看生產設備 他們平常生活的樣子啊什麼 去參訪一圈的時候 郭頌芬說他越看越沉默 然後最後他就回程之後 他再也沒有跟他父親 因為這件事是國家 他就說他突然好像明白了 他父親在想什麼 他並沒有因此變成一個獨派 從我到我都沒有 但是他知道中國那樣子不行 他後來 不知道在其他場合有說過一句就是 這不是 好像應該是其他的 美國寶道圈的左派有跟他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他還是劉大任吧 反正跟他們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跟劉大任都去過中國 也都幻滅了 劉大任後來寫了一篇杜鵑提寫 其實就是跟這個有關 那 也都幻滅 就是在這裡徹底 對中國社會主義想像完全幻滅 然後在這裡 他們問他 同學問他說 所以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祖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時候 應該是他吧 他好像說了一句 那不是人居的地方 最悲傷的不是他說這句話 最悲傷的是 當他說完這句話之後 所有的同學臉色一點 就說 你出國這一陣子 是不是被國民黨收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汙蔑地提供 他沒有辦法跟他們說 他看到了什麼 就是 你要去了才知道 可是他就是去了 我相信那是對他一個巨大的轉折點 因為接下來 我們就誕生了小朋友家庭宋芬 對 1980年代 即使他整理了一堆著作 他就告訴 在稍後的1975 76年的時候 他告訴香港的李儀說 呃 我整理了很多 而且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怎麼搞的 這樣 他沒有放棄 他還是沒有放棄 他還是想要找一條路 可是 那是他的 知識上的一個想法 他希望能夠做到 可是某種程度上 我自己的猜測是 他是不是累了 他是不是也覺得 對 所以 而且 在這裡的這個轉折 很戲劇化的一點就是 前面的郭忠芬是非常入世的 非常政治的郭忠芬 可是小說裡面的郭忠芬 他的 現實 政治是隱藏很隱晦 像月印裡面的政治 已經算很明顯 是他的第一篇小說 他變了一個兩個極端 通常 關心政治的作家 會寫什麼樣的東西 像李洋就是關心政治的作家 李洋寫的東西 政治就很明確 你就知道他在產什麼意義 但是問題 對 就是 路邊甘蔗你就知道那就是你 對不對 不會是別人 沒有 那是三個人主 真的喔 對不起 另外有兩個大家猜猜 那北港鄉路 對 對 特別跟我講 這個 北港鄉路裡面 那個 那個女生 那個三分之一是 陳文歉 另外兩個我都認識 包括那個 國母 這樣 喔 這樣 以後大家讓你問 好 對 那像這樣的 可是郭聰芬的方向是很極端的 完全看不出來 你只看小說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一個 曾經如此投入的政治運動者 因為 政治 以文學來宣傳政治 那就是要把他寫得很激昂的 很明確阿 可是他寫的方式是 很詩意的 他的小說幾乎就是 現代史 那樣子的精純程度 對 黃錦璇有一個作家 黃錦璇曾經說過 他認為多重份小說 比台灣 很多詩人的 詩職都還要精純 而他竟然是在小說 這麼長的範圍中完成這些事情 對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那個文字好到一個不行這樣 我們之前在 然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像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讀他讀了大概三四遍 每一部作品都讀了大概四少三四遍以上 然後 有一次是已經讀過了 然後有一次是他研究所要交作業了 輪到我報告多重分 我當然選我喜歡的 那天午夜十二點完交給老師 然後 同學又一吃飯約一約 然後我東西都還沒起 我就呼籍我大概要三個小時吧這樣 結果約一約之後 九點吃完飯之後 同學說約喝酒 我都不行啦 沒痛血 結果還是被拽去喝 就喝了一點點 我想說我等一下不能醉 我要寫作業 我要寫作業 我就坐下來 然後翻看過重分的小說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要寫 我要寫報告或論書以前 我要把我要引用的文章 文字先打出來 或抄出來 變成一段一段 然後我在那邊抄 然後又一點點微虛 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好美喔 我就是抄 然後看到這一段 好美喔再抄 我大概只要引用六七段吧 我那天抄二十幾段 過了十二點 我都還沒開始寫第一個字 我都在抄這樣 因為那個 那個狀態 那個文字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 很奇特的經驗 我甚至 要我現在把它唸出來 我告訴你 然後你可能 如果你頻率沒有對到 你可能會覺得說 就這樣了 可是如果頻率對到之後 你會發現對 真的講不出來 真的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 那個字這樣流過去 然後好慢 比如說他在那個 選房裡面提到 校長喜歡上來隔壁一個女孩子 然後 他就寫說校長在那邊 在他的門口 女孩子在對面 因為年紀差非常多 那是個少女 然後 太太在後面不適當當 然後 校長就一直 假裝自己在修腳踏車 轉他腳踏車 在那個長長的巷子 卡拉卡拉卡拉 他慢慢地轉 然後米娘 那個小女孩 米娘就坐在對面 把他的長髮拉開 慢慢地屑他的髮 然後 有水在流 然後 過了一陣子 很隱晦地告訴你 他們因為這樣 太太 跟他嚇了最後的東西 很隱晦地告訴你 米娘因為受不了 症上的人的壓力 搬走了 然後結果他說一句 整條 米娘就這樣走了 然後 整條巷子的愛 整條巷子不如米娘的愛生長 很慢很慢 然後 最後一刻的時候 校長最激昂的一句 也不過就是說 來把全世界的海水 將我淹沒 然後 台灣的男人 就那麼沒用 真的 我沒有在講那個 我們爸爸那一輩 那個 玉勳你們不會這樣 我們在四年前 我現在都有感覺到 沒用 所以開玩笑說 明年真的就 乾脆就寫一個女生當總統 你看男生做得那麼高 不好意思 等一下一個人唸一段 那個郭忠賢 好啊好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不得 那 除了政治之後 我覺得最後 可能我就最後再提兩個點 不好意思講的有點太長 但我最後再提兩個點 我覺得 這甚至它是一個點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第一個是語言 不是說它用的語言 它用語言當然很美 可是是形式上的問題 在內容上我覺得 如果大家以後去讀多多份小說 可以去注意一種角色 他很喜歡寫某一個角色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是知識份子 日文非常好 到了1945年之後 國民黨來台 一年之內禁止所有日文 所有人都要換成國語 你可以想像一下明年之後 我們的官方也要換成德文 你現在會怎麼 你應該會崩潰齁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你去想像一下 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 完全陷入那種絕望當中 你是律師 但你不能打官司 因為你不會講國語 你是醫生 你可以開業啦 但你只能接 那些 然後隨便一個路上的 外神兵跟你講話都答不出來這樣 像這樣子的一個被挫敗掉的人生 就是那個夢想在此終結 這件事情在他的很多小說 都常出現 雪茫 比如說後來清婚 比如說 願意有一點點 但是願意的人 來不及過到那個時候 不是來不及 對 那像這樣子的也有 這個我可以注意 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 雖然我們剛剛把他的政治思想 跟他的文學 講了一個斷裂齁 好像講的是斷裂 就是兩塊事情 我後來在我的碩士論文 因為我抬到他了 我找到了一個線索 我認為是撿起來的 就是有一個關鍵字之後 執名 他思考執名方式應該跟陳鋒敏老師 他們其實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他講執名不是同一件事 他 但是也有相似處齁 他認為台灣在這一百年來 請記住他是正在佐統的立場上說 站在這一百年來 最首要的問題 他稱之為台灣文學的歷史任務 最首要的問題就是 去處理殖民的問題 什麼叫處理殖民問題 就是 你永遠都在被一個外部的東西 壓在你身上 日本時代是如此 國民黨時代是如此 而且那個壓在上面的東西 不是只有國民黨而已 國民黨只是個終界者 在他上方的是美日 美國跟日本的政治經濟入侵 在這樣子的脈絡裡面 去談他的文學 其實你會發現 你回去讀你就會發現 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對他來說 他的小說 即使看起來跟現實很遙遠 都有一種很深沉的 化不開的憂鬱 那個憂鬱是 那個 那個困境一直沒有解除 那空氣一直很悶 一直被塞著 因為上面有一個東西 像在他的草 小說草裡面 整篇都在寫一個哲學系的研究生 一個 去世者跟一個哲學所 在美國哲學系的研究生 兩個在那邊睡睡唸這樣 然後你們也不知道兩個在幹嘛 一直在輕談 你們真的動不動就哭 真的動不動就哭 在屋頂上看著風景 然後裡面就掉下來 你不知道他在憂鬱什麼 然後 一直到寫到非常非常後面 這位主角說 在他揣摩了這麼久之後 他覺得終於在某一次 看夕陽 看什麼東西的 起色當中 他突然之間懂了 原來那個人一直在追求的是什麼 就在他說懂了之後的兩段 他收到了 收到了那個妹妹 從台灣寄來的一包 不知道是拋臉之類的東西 外面的包裝只是報紙 然後他養的帽 那隻帽跟剛剛的研究是很好 他養的帽去抓那個報紙 在那個抓的過程中 他翻出來看到了 那個人的名字赫然在報紙上 原來那個朋友已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因為判斷被捕了 前面我們看不到任何政治的跡象 就只有最後這樣 因為判斷被捕了 在這樣的小說裡面我覺得 給我最大的奇葩是 因為在我們傳統的 不是傳統 我小時候 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的文學觀念是這樣 就是我們不鼓勵寫作者碰政治 不鼓勵的原因不是因為保守 是因為他會傷害你的寫作 如果你太激了 如果你太急著把裡面說出來 如果你一直想著政治這件事 你的藝術性會受到影響 政治是意識 很多人會說政治是意識的 但是文學藝術是常用的 可是在郭松芬的歷史上 後來發現不是啊 不是說政治會傷害你的寫作 如果政治傷害你的寫作 那只代表你想的不夠多或寫的不夠好 純粹就是這樣 就是你寫的不夠好 如果到了郭松芬這種水準 你已經沒有辦法去分政治跟文學 政治跟歷史 這到底是如何去區分 到底是誰 誰有傷害任何人嗎 或是誰點到 誰把他墊得更高這樣 那個腳腸而上 你有那些人怕看到這麼好的東西 自己 就說看不懂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 我們這一代編過副刊 我們編過五年的思理網道副刊 這種事情遇到太多了 所以 警備總部的人可以 我最近寫了一篇東西 寫 有一位漫畫家當年他們要逮捕他 有一些事情以前我們都不能講 然後 郭千 有一次在電話來 說 那個誰啊 Coco啊 對啊 他在紐約 那時候就說 你是替他去 去盤盤的 對 我 我這個夢大 你知道嗎 那時候 我一個人對了八個 那個 國安局 所以 我終於把它寫出來了 是 這一本書明年要出 閃文啦 我怎麼敢寫小說 這小說怎麼寫都沒有皇帝國好 然後 然後 然後真的被約談了 你知道嗎 真的被約談 然後我只跟他講說 那麼好的一個 一個 漫畫家 所以 所以我 我必須要感謝一個人 是 宋楚瑜舊子 然後到最後 欸 那個 葉石濤先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 政治 作家 越要離開政治 政治越來干預你 為什麼 包括 包括 課稅 包括那個什麼 房價這樣子 包括你那工作 所以以前都覺得 哎呦 不要再借離開做的 你知道嗎 真的 但是真的欸 你不去理他 他會理你 而且怎麼講 今天的問題就是 那個 那個郭先生有跟我講 他說 好好寫東西 你要 他說 只有文學這個東西 不會干預你 他說 包括他在聯合國 那個 翻譯那個東西 也都會被干預 欸 這一句話會不會翻得太遠 對不對 我們的偉大的祖國 那個 對 我今天要來跟 郁青跟各位 好朋友聊天的時候 昨天晚上睡不著 然後 我特別看了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 我要跳著看 不然不行 末代皇帝 然後 末代皇帝裡面有一幕 那個普怡老的 你知道嗎 那是 那是 那是有史以來 奧斯卡金向祥 一連得個久作 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那個 阿托如吉 一個很棒的一個導演 其實那時候聽說 他們要給一個最佳男主角 就是因為 他是黃種人 他叫尊榮 你看 沛怡連得多好啊 有沒有 最後一幕多動呢 其實我不是為了看那一幕 我在換那個 看文革那一幕 有沒有 他不是走過去嗎 他們那個典獄長 那個典獄長 是一個很有名的學者 叫殷若誠 他爸爸是以前非常有名的一個 北大的學者 叫殷謙 喔殷謙 對 的兒子 然後殷若誠 那個 他不是 他裡面都寫那個 文革的時候 他被戴著尖帽子出來 然後那個鼓已經很好 他就跑過去 他跟他想說 這是一個好的老師 教授這樣子 然後洪衛兵就 就跟他說 你要跟 你就叫他滾開這樣 把他推倒在地上這樣 結果他一個人五十七歲 然後就到那個 就到那個 買了一張票 進紫進城 然後多動了 他就看到那個地方 說沒有人黃昏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太和殿 那個王座 他就走看看 又看看 沒有人 他就爬過去 他就坐在那個椅子上 因為他四歲的時候 他就 一個小孩子 綁著一個紅領巾 好可愛的一個小孩子 說欸你不能上去 他說欸那你是誰啊 他說我是管理員的兒子 我剛放學 他說那你不能上去 他說我是以前中國的皇帝 我坐在這邊 然後騙人 然後找一個東西給他看 他就拿一個那個 藏在那個王座後面那個 裝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蟑蟀 蟋蟀 對 他當年這是一個異象 不可能那個蟋蟀活了五十幾年 對 他四歲的時候這樣子 然後等那個孩子 那這個送給你 你看孩子就把那個 一打開一個臉盆 一個蟋蟀跑出來 然後孩子再看 那個上面已經沒有圓了 然後在下面就是那個導遊 帶著那個老外就說 那個蟑蟀四歲的時候 就住那個地方這樣子 那個很辛酸 然後就寫1967年蟑蟀 就死掉了這樣 後來他變成一個圓釘這樣子 這樣的東西 其實那種感覺 郭忠祐就跟我講說 其實他很同情蟑蟀 所以後來我很感謝他 我兩年前 我三年前寫那個大散文 其實那是我跟陳烈老師 我們兩個壞分子 陳烈老師 以前是民進黨的那個 一個花蓮縣黨部 各位一定要看他的籌圖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兩個人一上 其實是20年前 都有一個承諾 就是有一天一定要寫個大的東西 結果我比較沒用 我寫已經四八天裡面 我裡面就有寫到那個 其實我那一句話 人家 因為那本書在中國大陸 那個前兩年 大家不知道這樣 去年中國大陸發表了一篇那麼多 從此 他們要對台港澳的作家 採取更嚴格的作家 不是我那一本書出問題 不是我那一本書 是你們自己審的 那裡面有一段 因為我支持溥仪 我如果是溥仪 我也會搞滿洲國 為什麼我不呢 我不是中國人啊 我是滿洲國 我是女真人啊 對 你可以講說 對 他的缺點就是說 有被日本利用 沒有錯 但是本質上 他有什麼不對 如果是我 我也會搞滿洲國 那時候我祖先的土地我怎麼不行 滿洲什麼時候是中國人 就像西藏什麼時候是中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在那邊寫出來 他們 因為他們審的時候 我很感謝一個人 那個 那個 因為他們去審的時候 剛好夾了三本那個湖南城的書 他們就 遠審湖南城 我那本就偷偷的度 因為他們看到我一篇東西 他就像雙尾船 有沒有 被寫入那個 雙尾船裡面我在寫那個 老蔣嘛 然後我在講說 蔣介石這個人 那個 心胸狹窄 然後 公於心際 然後孫中山 有兩個本來 一文一武 非常好 另外一個就是 汪兆明 汪兆明就是汪精衛 這樣子 我說他當然了 物入歧途啊 就跟日本的那個啊 這樣子 但是汪精衛他 主南京政府的時候 他是為了要保護 各位都知道 他當年 如果沒有主南京政府的話 那個地方燒殺滷獄 不知道 一兩千萬的那個中國人 可能就要被殺掉了 這樣子 所以他就扮演一個那一種那個 他不合作那個 對不合作 我跟你講 我也跟那個物門 我就不在 我跟你講 汪精衛根本看不起講戒 戒文 這樣子 你看寫作的人 汪精衛是個好作家 我跟你說 作家千萬不要去 當政治人物 不然你去玩蛋 就像外星會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喔 為什麼那個 那個 郭先生喔 大家一定 一定要讀他的誠 他的東西說了說 不容易讀 你必定要很耐心讀 他不像說一般的那個 很容易讀 一下就讀完了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慢慢讀 不然喔 但是你一定要用念出來 因為他真的寫得比詩人還要是 我們是不是念一段給大家聽一下好不好 對對對 好不好給大家那個 因為其實說老實話 這個可能這個帥哥齁 他們比較年輕 而且他們學友專心 他們可能讀起來比較那個 像我們現在 我一上去看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突然 那個我寫的那一篇 因為那個剛才那個玉琴有講說 有五個人寫過他 那個簡易銘教授是因為 他們都是有目的性的 結果我沒有目的性的 你知道 這把他吐槽 那個簡易銘教授是博士論文 所以他必須要去寫 對 那那個廖玉慧老師寫他 是因為他領那個 國科會的研究基金 可以訪問那個 海外的那個 作家 所以這個有 因為你說的是誰 那個 那個 武賀不是為了去訪問他 武賀是很倒楣 是因為王德威找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去 那個出發明叫他說 那你說不要去訪問他 然後你像我 我自己買一張飛機票都跑過去了 這樣子 我寫他真的是完全是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唸一段那個 好啊 來我負責唸 對 老師那你這邊有 剛才那個書 這邊有沒有那個 郭松奔的那個 沒關係 對對對 那個奔跑的母親 我不是很領一段給大家聽 因為他講奔跑的母親 奔跑的母親 奔跑的母親那個意境 非常好 因為他寫 就是在那個大稻埕的黃昏 那這其實是因為他光復 所以他媽媽都要去領米這樣子 所以他說 哇他媽媽很厲害 抓了一個米袋 就跟著那個 載米的車這樣 對不對 來 裡面這一段 不好意思 因為我裡面有一個 這個戒王 這個我很偷懶 只有我比較偷懶 那個 我裡面有一天寫 一萬字的郭松奔 我裡面 因為寫到 第四童 不知道要寫什麼 就把他五段文字 放到裡面 就是要讓讀者看 我跟大家說這個 這一本書 是我三十年的自寫題 他說賣的還不錯 不是因為裡面寫的好 是因為這個封面 你知道這個封面誰畫的嗎 喜慕隆 喜慕隆 喜慕隆的油畫 對 對 他說很像這一隻馬 不知道幹什麼 這樣子 好 我只會唸 然後再請那個 那個 我再接一段 對 那個豬帥哥 來解析 對 我只會唸那個 裡面 這裡面我把它收到那個 好 老師找的時候我先講你小八卦 那個 武賀那個 那個 反彎好像是在硬刻還是哪裡 大家都有真面目 去找秀雜雜誌 來看那個非常精彩 對對對 那一篇那個裡面是在談 我會一直在問他 你受哪些人的影響 你喜歡喝哪些東西 他就提到了一堆作家 全世界 古今中外 我後來我去數了一下 裡面至少提到120篇作品 他就會講說 我跟中邁的美洲不熟 然後啪接下來講十一葉這樣 他說這不熟 你這個 對來我開始來念齁 我這裡面引用他五段 因為我這一篇東西寫好以後 我有繼續給那個郭謙看 他說他很不錯這樣子 他有多榮幸耶 他出了書 叫我們跟他寫序 就是雙月祭 雙月祭祭 他說阿姨阿你什麼 而且我這個人很倒楣 我這個人好像一輩子在幫人家領獎 他不太會跟我講 年輕的時候 幫一個現在很臭屁的那個 王定國先生 他25歲就得聯合報的小說獎 第二年得時報文學獎 他在台中啊 因為他做那個 他又說他對那個台北的天龍狗很沒有興趣 叫我去幫他領獎 然後你知道嗎 郭聰芬的那個 奔盤我去得獎的時候 也是我去領獎的 領那個開箭盤 來領吳永福 吳永福的學獎 大家都委託我去領 好 我們來欣賞一下那個郭謙的文字 我比較沒氣質啦 這樣子 但是那個 因為我的聲音好像讀這個東西 雖然台灣國語但是還蠻好玩的 好 這一段是她的願意裡面的一段 去年這個時候 她是什麼樣子 她忽然想起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一時連自己也難以想像 時序跟番推移 她似乎在長年的昏睡中 如今第一次梳醒了過來 下午烏雲籠罩 妻子 剛剛擦過的榻榻米蒸發著一股冰草香 躺了下來 好像躺在流水上 感像絲一樣 天空閃電 天空雷電閃閃 她一人悶在空房裡 想著妻子的身體 近來尤其是文慧一出門 她就不斷有了色念 她盼望春天 春天來了 可是不知怎樣 人還是昏昏沉沉的 總醒不過來 這是她樂意裡面的一段 我跟她說郭大哥挑這一段好嗎 她說讚 對 再來 這一段就是奔跑的母親 這個要像哥一樣 你想像那個大稻辰晚上的時候 她媽媽牽著她 然後慢慢躲在那個柱子後面 大稻辰大家到迪化街 揮手街 當然不是有狗門嗎 就這樣子 母親又從另一根石柱的背後 伸出她的半張臉來 那充滿了細孽而又無語的臉 我奔向母親的方向 然而我沒跑一步 母親就退後一步 母親好像決意離我而去 又好像在跟我捉魚場 她在石柱後面把自然藏起來 然後暗暗地笑著 久久才又伸出那半張捉弄的臉 無言地看著我 媽 我大叫了一聲 母親乾脆跑了起來 她在馬路的中央奔跑 她望著那更漆黑的遠處跑去 好像奔向海 你看像不像一張畫 這樣 那麼拼命 那麼固執 那麼決絕 跑得一頭長髮都飛了起來 她把我一個人留在黑夜的這一頭 這個就是郭聰分的 好 最後一段我在念 就這樣你第一次接觸到魯迅 魯迅 魯迅是郭大哥最崇拜的一個作家 這樣子 她覺得 中國只有兩個作家的東西可以看 魯迅跟沈崇文 這樣 好 來 就這樣 你第一次接觸到了魯迅 廣漠的夜空 日本教授舉杯的知識 有如正被 她抄著沙啞的聲音 感慨的說 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啊 來啊 為你那位作家 勘敗 為魯迅 對了 為魯迅乾杯 這一定是她的經驗 從研究室回到了公寓 從這點到那點 直線最短 你扶著爛醉的日本教授 跌跌唱唱的走出了研究室 自從治好了痔瘡 她再也不鬧著要走出這沙漠了 關於研究室 失場烈酒的事 她的太太和系主任都不再過問了 從此她只是偶然若有所思 低下頭就細細的屬起她的家父 從江戶的父親屬回到 世古的真主 而聚成了紫鎮業的哥哥 聽說最近生意破產 捲款失陶了 回到你的國家 你也交不了你的魯迅了 就是跟那個日本教授跟郭成文講的 回到 因為台灣不容許人家交魯迅 這樣子 台灣聽說現在第一個交魯迅是 陳媽銘老師 這樣子 在政黨 好 差不多就唸這樣一段 給大家聽這樣子 好,謝謝 來,趕快 再組一下 剛剛老師講的三篇 第一篇是月曆 第二篇是奔航母親 第三篇是雪馬 那 三篇的故事都很不一樣 而且如果 像剛剛那段已經很美 但是你把它換回小說圓 還脈絡了 你會發現那個張力其實很強 聽起來很悠緩 比如說 第一篇月曆的部分 他寫說過分成城的醒來 想著妻子的身體 那是主角 男主角田明 他是一個 嚴重被病的人 他已經在床上躺了好幾年了 他太太一個人非常辛苦地照顧他 然後他終於開始 有了色念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他終於有一起了 他們兩個結婚之後其實一直都沒有發生關係 完全沒有齁 那因為身體太弱了 那直到身體癢起來之後 接下來就會有一連串的悲劇 因為接下來田明遇到了來自中國的左派實施分子 然後被吸收加入 雙方都覺得對方很有理想 所以一派即合的加入 然後加入了左派之後 在一次大代譜中 全部被代譜下去 對 那 沒有我就剛好接著老師這樣子看 因為他 剛剛這故事是這個樣子 老師念的是前面 他醒過來的那一瞬間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在 文匯就是他太太那邊的想法 你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照顧他 然後 等他好了之後 他跑去參加運動 他沒有告訴你 他每次問田明 田明都跟他說 嗯 以後你就會知道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 因為這樣子你就不會被牽連了 其實田明很愛他 但是 我不能告訴你你在做什麼 你只要不知道你就是安全 所以他一直沒有告訴他太太太 他只是 跟他太太 但他又很信任他 所以他後來拿了一箱書 一鐵箱拿給他太太說 這東西不能打開 你要把它保管好 對 那在故事的最後就是 比較慘的一件事發生 就是 作為太太的文匯 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只要每天都會來找他 每天都把田明帶走 其中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他很害怕 有一個大姐這樣 然後出於某種嫉妒 或者是某種想要帳簿回來的心態 他 明明然覺得 這樣做可以懲罰丈夫 所以他把那箱書送去什麼 他不知道裡面是書 但他也不知道會有多嚴重 你要知道在日本時代 就算你是生育分子 了不起就是關個幾個月關個一年 而且還會經過審判 但是他不知道他們現在面對的不是日本政府 就這樣輸去之後整串全部槍卷 然後我現在就念一段 就是在最後 所有人都已經 都已經 這個槍卷已經結束了 然後 然後 我們會一個人 就是 經歷了一切荒謬我的事情 包括 去把房子收拾 然後 操著外省口音的里長 操著外省口音的警察局長 還來到他們家 然後跟他們說 太太很溢溫 太太很了不起啊 這在中國話叫做大衣滅青 他警察這樣跟他說 然後他一個人待在那邊 最後他出去散步 走到了一個 他們曾經去約會過的一個 一個山坡 看得到海的地方 然後他最後一段是這樣子 疏散的日子 就是日據時代的 恭喜疏散 疏散的日子 他每天圍著這棵樹徘徊 孤獨而寂寞 光復前的那個夏日 鳳凰木突然開出了 一大片火紅的花 連三神婆也拿著拐杖 取出了家門 踏著他的小腳 辛苦的走到這樹前來增揚 海邊的人家都說 這棵樹從來沒開過這麼好看的花 三神婆笑開了 沒有牙的嘴 嘆了一聲 快要有出頭天了 就靠天了 那時海上的天空 就像現在緊緊握在文慧手裡 那隻玉卓子 他們結婚的氣墨 泛出了名利透亮的脆光 而海在無風的午後 和平安詳 一如眼前行電斜的這片閃爺 敏哥突然文慧叫了一聲 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他在心裡狹愣愣的說了一句 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 下一個瞬間 他就為這句突如其來的話 感到刻苦的羞愧 小說就結束了 那是最後一句 你在前面的脈絡你就知道 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 這句話 我很難跟你解釋清楚 但這句話真的很痛 就我常常拿來跟李昂的一些小說做比較 李昂會寫一種公式就是 也不是公式啊 這是一種情節 就是國母 英雄留下了遺父子 國母帶著遺父子 生出來的幼子 然後站上了政治的舞台 以復仇者的資 把他擊跨當國 可是在這裡 沒有孩子 沒有孩子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因為政治 但是 你可以很難想像 文慧接下來要怎麼活下去 因為 那項數是他親手中心 每一個甜蜜伸手向他的瞬間 是他自己把他推開跟他說 等你身子再好一些吧 就這個東西是很恐怖的這樣 那像後面第二段那個奔跑的母親 那個就更複雜 那個是一個精神分析的東西齁 我覺得這非常精彩拿來談佛羅伊德 應該非常棒這樣 因為 就是一個母與子之間的關係 然後那個情感的那個 那後面最後一個老師 欸 最後一段念的是 月映奔跑的母親 他一個 雪盲 雪盲 雪盲那個東西呢 欸我不知道 在座各位有沒有 有沒有在中學的時候 課本有讀過孔遺集 如果跟我同代或大一點點 應該讀過魯迅的孔遺集 有嗎 有遇過嗎 有一個很短短短文 現在終於有選進課本了 所有高中生都覺得這篇很無聊 我後來跟他們談的時候 都是我跟他講雪盲的故事 他就知道這篇絕對不無聊 孔遺集是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是一個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領域這樣子 就是 知識分子被打殘的雙腿 跪在地上爬行 抱著他僅有的知識 而那個知識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辦法幫助他改變這一切這樣 而所有人都不關心 那 在雪盲裡面的困境是這樣子 他寫的是 後來跑到 主角跑去了 美國 然後念文學 但是 他沒有說為什麼 但是顯然跟他一樣 回不來了 那 所以這位回不來的主角 就在沙漠裡 沙漠裡面有一個警察學校 那個警察學校專門 訓練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警衛 他在那裡教他們文學 對 因為 學校開課要開中文課 他就在那裡 很荒謬的 在中文課 你應該就教他什麼名堂 多少錢這種 他教他們滷序 所以那個 日本教授對他講那句話是很 沉痛的 日本教授自己 也是一個回不去的人 他不是講說 就是 他開始 日本教授放棄回去 然後開始棄署自己的家伙 然後 看著那個在沉默的那個 一直在心情很不好的主角 跟他說 他知道他在想家 因為他自己在想家 但是你為什麼要回去呢 回去也交不了你興趣 對 你的家在哪裡呢 你要不是離開這個家 要不然就是要離開你精神上的家 那 呃 最後 我 還好找一段 另外這一段 我來找一段 我還蠻喜歡的段落 不太長 對 這一段 很有趣就是 另外一篇小說叫向陽 就跟向陽老師的名字一模一樣 就跟向陽老師的名字一模一樣 就叫向陽 在奔跑龍的期間有收 但是很難得 他真的比較純粹 你要說純粹也還好 但是比較純粹寫愛情 然後 其他主題有談到 但是我們談這麼多的 一篇小說齁 但我覺得他這邊寫愛情的那個方式 非常精準 因為他寫的是一對 一直瘋狂吵架的情侶 然後 你知道平常都沒什麼溝通 吵架的時候突然之間 靈感全有 所有最惡毒的話都想得出來這樣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們年輕的時候 而且就這樣一直吵 吵到結婚這樣 他們年輕 大學的時候在一起 然後出去玩這樣 然後說 在露營的時候 他們躺在棉被裡 高山氣溫的異常變換 使他們更不想回心轉移 他們都是狂熱的信奉者 對共和政體由衷的不清淨 他們不能隨和 他們各持己見 他們喬架時 不時閃現某種刀鋒般的智慧 精華異常 然而卻只能用來傷害彼此 他們都睡得冷冷 自從隊伍沿著書畫公路出發 他們就固守了自己的陣營 絲毫不想讓 他們還太年輕 要活得像一場暴政 他們都有一顆鬼抗的心 對自己 就像對對方 都亮出了法西斯的地 地是那個核心 法西斯的地 然後最後一句是 現在我們在台北 很難找到這樣抗手的心 那個 那個 這個轉折跟那個轉環 我能夠看到 我覺得天啊 這太厲害了 我們全不知道他在 就是 好啦你前面 你用一個很簡單的思維就是 他到底對這段情 對在這段情感的感覺 評價是正面還是負面 他們到底是深情的 還是 刻薄的 還是都是呢 如何讓一個 幾段矛盾的狀態 考核在這段文字裡面 然後最後 一個很漂亮的印象 一個燙手的心 在台北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說 現在你在台北 很難找到這樣燙手的心 每個字都好簡單喔 可是 可是 好像沒有什麼做他寫得出來啊 那個台北 可不可以是其他地方 好像也不行 我 至少我作為台灣人 我突然一瞬間就接通了 對就是台北 不知道為什麼 台北特別對 不會是新竹 不會是苗栗 不會是台北 那 那種地方感是很抽象的 不是說我寫了一個物件 寫一個具體的物件 然後跑進來 而是一種感覺對的這樣 就像他另外 一篇小說裡面有一個比喻 就是講說 就是奔跑武器裡面 講說他的精神變得很脆弱 比喻超讚 他說整個人 變得好像一片台灣瓦那樣 容易被打碎 台灣瓦是什麼 就是那個 托拉圖那個 舊的那個 舊樹 像台灣瓦一樣容易被打碎 因為 就是 對全世界只有台灣人聽 很多人說什麼 真的 我不相信其他人知道 這個 這個感覺是什麼 再強 又太硬 再弱又太軟 剛剛好 就是這樣 對 那我們今天大概 我們就先分享 因為剩下的時間差不多 來 給大家 拉題文 尤其特別林文藝老師很珍貴 因為我們都只能讀 只要親身接觸這樣 對啊 對 對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難得機會給兩位老師 對啊 老師有沒有補充 有那個簡單的講 那個真的郭松噴以後 大概能夠跟他最接近的 就是說那一種寫法跟 就是王定果先生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最近Youti有一本 《誰在暗中砸眼鏡》 這一本書是因為 他這本寫的時候 我幾乎都有參與 因為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談 他現在這一篇寫了什麼 然後都兩千多字 對 我還記了一本那個 因為他最崇拜的偶像是 那個 馬虧斯 王定果 對 加西亞馬虧子 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 其實他的那個寫法 比較接近日本的川端湯城 對 所以那一本 《誰在暗中砸眼鏡》 那個 他每一篇就只有兩千多字 這樣子 比較容易看 那個 《那麼冷那麼熱》 是接近於中砸眼鏡 他有一本 其實他有一本 非常好的短篇 像說以前在那個 《連合文學》出版家 《沙系》 這本書 那個我替他 已經跟連合文學拿回來了 要在運科同學 這樣 其實王定果今天的東西 非常好 他的東西就到現在為止 看待最接近 就是說 不是 他沒有模仿那個 因為王定果的東西本身 那個 那個 就有他自己非常好的特色 這樣子 對 我們常常開玩笑 在前台灣 不必靠稿會生活 因為他是一個大樓 台中最漂亮的房子 都是他開的 各位有沒有去台中 有一家五十層的那個大樓 叫The One 我們都稱他是巴比倫 那一棟就是他開的 他本來要給他的兒子聚成 對 現在變成那個勵志 那一棟就是他開的 對 他是個非常好的作家 對 就是說跟郭松芬最近的那個 對 但是他絕對沒有接去郭松芬的 郭松芬有跟我講 還好他在海外 呃 他如果還留在台灣的話 我跟你講 他會跟陳映蓁一樣的 畢業 絕對當政治犯人 這樣 絕對被送到綠島去 你真的很了不起 其實不好意思講 其實 呃 有很多國外的 很可惜他過世了 然後他太太 還為了他自殺 說老實話 在國外 人家跟他比 台灣 那個符合那個 最有能夠代表台灣 開玩笑的 當然不必去在乎那個什麼 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 不可能再給台灣 因為那個 他們給莫言 各位都知道 那個莫言是個很好的小的家 中國為了爭取諾貝爾獎 已經爭取了二十幾年 他們不斷地遊說 然後不斷地翻譯 我們這邊懶洋洋的 根本也沒有人翻 我們開玩笑 欸大家不要小看喔 我跟各位講一個八卦 三十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人的那個 所有的小說 全部翻作瑞典武 翻作英文翻作法 你猜是誰 第二個是 我們認識的李洋 李洋是很多出版社辦公室 那第一個是誰 三十年前 你能夠猜到這個名字 我送了一本書 真的不可以 有沒有人猜出來 一個寫小說 他的東西完全翻作 而且已經到瑞典到哪裡去 好我來揭曉一下瓊瑤 不要忘記 他先生是皇冠的老闆 多恐怖 所以大家不要那個 因為以為是我每次跟李洋講 他李洋說不可能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在瑞典的認知裡面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所謂的中國 大家不太會聊 其實我們不是講 其實台灣的作家的東西 寫得比中國的作家好太多了 真的真的 像郭松恩先生都不在了 你看這種東西 所以絕對拿到那個國際的文學上面去 因為他最喜歡福克娜 還有喜歡那個 包吾麗夫人 你叫我從我看不出來 對 但是他說李洋無人 對 然後他對那個馬規茲 他很 他不喜歡馬規茲 對 他說這個只在講故事而已 我說大哥 他跟阿米哥 他說 阿姨我跟妳講 你就是看他的 所以我特別喜歡那個百年古籍裡面 其實百年古籍裡面有一幕 寫得最精彩的 那個漂亮的小女生 有沒有 然後抱著那個被單都飛到天上去 所有人碰到他會死 對啊 所有人要去看他 有一些那個小男生 那個跑到屋頂上去跟他施愛 就會從那邊摔下來 不會也很有趣 我最近看他那個瘟疫的愛情 對啊 愛在瘟疫賣演出 那王廷國先生很 對馬規茲很喜歡這樣 我想每一個作家都有他 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家 來 現在真理給大家來問問問答案 不要讓 來 快點 請問問問答案 請問老師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那個郭老師 他的身品是不是 我剛剛想你問答案 三品他那個書也記得 他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 我現在說一個笑話 白鮮詠他們辦那個 現代文學的時候 他是後面那個頭腦 所以後來 那個就 他最近有披露 就是因為劉大仁 現在劉大仁跟他們在一起 他說劉大仁第一次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覺得那個印象不好 對他自己有寫嘛 他說怎麼樣 然後看到那個郭忠 他說欸 你們班上那幾個很棒啊 什麼白鮮詠啊 什麼陳若熙啊 什麼 他跟劉大仁講一下 我告訴你 裡面那個最大的就是我 他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到後來才會 果然 後來他怎麼講 他講了一句名言 郭忠講一名言 他說他們是一群猴子 猴子來成為一個團體去辦雜誌 我是一隻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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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 獅子 好玩齁 當然是他比較調皮 因為那個郭大哥他 他不是故意傲氣 他就是喜歡說笑話 不過他的文章真的證明他真的是這樣 他是那個台北人 然後台大外文系 然後他高中是念副中 副中 副中是念剣中 這樣子 然後他太太是他的那個學生 這樣子 對 呂怡老師是他的學生 他當出角了 然後他 他演過電影 對 他演一個那個性變態的人 這樣子 所以我到後來我也跟著他 我1993年我去演華民川的那個電影 我也一個那個性變態的人 外島的軍官 最後被女主角毒死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那個逃兵 我就叫人家殺死那個逃兵 那個逃兵是蔡憶君 對 對對對 我最近還演了一個電影叫 很久沒進我的你 對 我都喜歡演壞人 那個 我在演那個張四十三 那個角頭音樂的那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好過癮喔 跟那個帥哥戴力人兩個扭打喔 他還說釣魚台是我們的 因為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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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曆人長得也像日本人 阿托哥告訴你 那個 最近那個 李剛導演他不是也前年有拍一個那個阿扎烏風 對 他在第二段演到烏風林家的時候就遇到228 他本來要我演林獻堂 我說我不要我要演柯遠芬 然後帶隊這樣把台灣人當 你要演壞人 好帥這樣 不然一個武器帶這樣 這樣 我覺得很壞 不管國民黨這樣醜化 壞人比較好命 我跟你講演壞人才好 你演陳怡好了 對啊 對 陳怡比較胖不行 他演還要 其實那個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證據可以看武漢那個房間 他們直接會告訴你這個我不喜歡 這個我 對對對 然後他對台灣作家 非常熟 真的 而且在海外到也可以這麼熟 我真是 很好奇怎麼辦到的這樣 而且他的眼光非常準 在陳 在陳映珍跟黃春明還沒有成名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他就說 他們以後會上去文學的主題 然後後來 然後再 然後包括 像上一世代的 這些人上一世代的什麼 中肇政啊 這些人 他就很明確的說 這些人 主題雖OK 但是 寫作文理不信 寫法不信 他只有肯定一個人 他說那個 七等生先生 對 他很喜歡七等生 對 他說他那個剛剛 他自己 他實在是很棒 他說七等生第一次到Iowa去 因為一般Iowa 他們那邊一結束 都要從紐約回來 所以他們都會去 找郭松生 他說他第一次跟他這樣子 講話的時候 就 有我問過七等生啊 七等生說 好臭屁 也不要 好啊 我就一部分臭屁 但是他後來說 啊 我那時候可能 那個 講話比較 比較臭屁 也這樣子 他跟七等生 他說 台灣只有一個作家 完成他的一生 然後他寫完都不寫七等生 他覺得七等生的 前後有兩個人他 可以不作家 暫前他後來 暫前他給的好像 他講的好像是農民眾 他覺得就是 你實在是最好農民眾 然後 他其實我想 他還是李赫 另外一個是李赫 李赫弱弱 對 然後他有講過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說他大學的時候 在那個科大哲學系的讀書館 兩個人跟同學在那邊讀書 然後他就寫說 看到一本不喜歡的三民族語書 就往窗外一根 然後所以書不見了 大家都不知道會是 因為他們都 一直這樣 對 然後 反正 這個人真的 對阿 而且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吉米老師往來也沒有提到 我覺得後面應該值得追 剛剛老師說他是現代文學後面的首腦 這不是小事情 因為 1960大概白鮮英雄 王文青他們搞了現代文學 奠定了往後50年 到現在為止 我們被現代主義 所謂純文學 全都被現代主義統治的狀態 除了他剛剛講說 在後面還有運作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新代主義當時很重要的成就 是引入存在主義 對 就是卡尼爾跟沙特 根據郭松芬的說法 那個書是他先看完英文版之後寄給王文青的 所以是 所以頭在他那邊 是他把他一路帶過去的這樣 其實各位真的看那個 簡易民教授那一篇 那一篇 那一篇真的訪問到有夠清楚 好不好 那一篇其實那個就那一本書叫《經婚》嘛 是印刻出的 所以老師說那個 雖然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 我覺得 他那個 那個東西並不是說 會讓你非常的那個 沒有說 當然 一個作家就是這樣 他有一個那個 雖然那麼好的朋友 我不會特別願意說 他那個小說寫的特別好 還是什麼 我倒是覺得那一本書 後面那個訪談 非常的精彩 差不多有七十幾頁喔 這樣子 差不多應該講的 他都講的 不不不 剛才那個 那個朱帥哥講的 他那時候的轉變是什麼 那印刻喔 好像有 要跟他出兩本論文 真的喔 對對對 來 帶來問問題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老師那 可不可以多談一點那個 就是 郭聰芬 對大道成的記憶 他不是一直想回來嗎 可是每次要回來 中風就生病 那可不可以多談一些大道成 謝謝 對對對 他小哥那個大道成 他活動 因為他那個 他弟弟前兩年有回來 說要去找他們老家 但他們老家也沒有拆掉 就在那個 那個中山捷運站那裡 結果我那時候就去飯店接他弟弟 好 他弟弟從香港飛過來 然後我就開了車 沒想到我那個車太大 我那個CAMERI 2.4的 結果進去巷子 你看我們這邊的巷子就很有趣 就兩邊絕對很多摩托車 哇 要怎麼 對啊 那個車子如果要小一點 多好 但是還是 他們那個老家已經改建了這樣 對 那個 他真的是一離開 他的小說裡面 其實我跟你說 不管怎麼樣 每一個小說家裡面 絕對 你說要怎麼客觀他跳出來 絕對 那裡面的場景 絕對有他的影子 譬如說他裡面有一個很動人的 他有一個東西說 他有一篇小說 我有寫說他學生時代的時候 跟他那個親愛的女朋友 就在那個他們舅舅的那個淡水河邊的那個巨木場 那時候的那個迪化街跟那個大橋那邊 那個 那個 就等於是延民北路三段那裡 那也有很多那個 木頭 這樣子 那個巨木頭 他說兩個人第一次 他在那邊兩個人擁抱 然後他第一次把他的衣服拿開這樣 那個夕陽這樣子 像水一樣這樣流過 去嗎 去嗎 對齁 去嗎 那 反正都不對 國街有說 我有問他說 這個就不是你跟那個 那個 那個 李渝那個的故事嗎 他就在笑一下 那最近那個他有一個好朋友 他的同學李日章教授 出一本《胡亦錄》 裡面有特別講說 其實郭忠溫那個在那個 還沒有跟那個李渝姐認識之前 他有一個女朋友 但那個女朋友交了太多男朋友了 他就說 啊怎麼這樣 他就回到就走了 這樣子 很好玩 大概大一大二的時候 那郭忠 郭忠的人是這樣 他那個大大 真的那時候我在電話裡面 他問我說 現在迪化街的哪一條 那個現在哪一條那個 怎麼樣 那我都會告訴他 我都會替他去走一趟 我有時候會想說 他要說 郭大哥我就跟你說 那個房子已經改了 怎麼樣 那我會替他去倒一下 這樣子 蠻好的 所以我們兩個交談很高興 都在談故鄉 他就問我 那我就跟他講說 現在怎麼樣 那他不跟我談文學 大概因為我寫得不好 如果也是注意心的話 一定跟他談文學 太膚淺這樣子 他只告訴我們說 那個 那個 一個作家 那個 一個東西 就是說 真的要努力寫 真的要努力寫 然後 剛才就講 跟各位報告過 他說 只有文學這個東西 沒有人可以剝奪 這樣子 因為你當一個新聞記者 你的稿子都會被改 你會寫論文 你會被教授 在那邊叫你 瞎當瞎才 那 你寫文學 你看 你投到報紙去 yes or no 要用不用 就這樣 對對對 所以蠻好的 這樣子 如果要從小說裡面的追 我會建議看 雪茫 然後 娜達達的腳步聲 還有 那老師講那個 金塊裡面也有一些場景 對 其實剛才給大家看的那一本 那個簽名書 他裡面 他那個前衛 曾經幫他 把這個兩個 但兩個小說應該算 就像中天 一邊叫月印 一邊叫月銷 那月銷 所以他們把他出一本書叫雙月記 雙月記 對對對 那個是前衛出的 這樣子 然後 他等於是 他在台灣 那因為 他出那個郭松芬集 那個是 前衛他們出的那個50本 那個台灣作家 那個小說全集 說老實話 裡面那個爛了一大堆 我不好意思 因為以前我在編複 那裡面有一些是喜作 哇什麼東西啊 你變成郭松芬這麼 因為 我那時候講說 但是你知道嗎 所有的那50本 因為他都不分開賣 你知道嗎 他們有一次就試著要出來賣 你不會想到 價格最貴的是 郭松芬先那一本 因為他有600多頁 他賣了700 那其他的喔 那個 風不會買的 所以你看好的東西還是值得 他的東西是值得慢慢看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作家 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喔 我們今天太精采了 我老師講真的非常厲害 我們是不是再給老師 幾分鼓勵一下 你們老師跟周老師講的 謝謝 後面這個 我說明一下 因為作為主持人 我們分享一下 我在大學交付超過10年 在中文學校 我們有機會有時候 開到小說課 也會唱波動論的小說 那我想 學生們的感覺 就是大一大二的學生 感覺跟 你要講的 你要花時間去讀 因為他小說不是那麼容易 一下就進去 他不是我們習慣的小說寫作方式 他的抒情的方法 跟他整個敘述的結構 可能有一些是很特別的 可是這個東西 覺得直接 花時間去讀是絕對值得的 不然 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整個在執行單位的時候 我們都準備了一些書 包括兩位老師的著作 還有波動論的書 我們這邊都有 就是 在後面這邊 各位來去挑選一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 來回去 閱讀才是認識最好的方法 其他都是次要 另外我們還要請兩位老師 稍微 留步一下 就是我們要準備五份 正是由這次的主辦單位是台北市文化局 還有我們執行單位 文訓雜誌社 所設計的這個所謂的 台北文訓記的這個紀念書 外面也沒有賣 也只有我們自己有 所以準備了五份 他剛好沒有電腦選號的時候 選了 我們選了幾位 就是說到時候還要請各位出來 接受兩位老師的這個等於是頒獎 我唸一下名字 各位如果是給你大名請舉手一下 陳佑石 楊貴棉 來請 陳文發 請兩位先請 我們這個 李文老師先發好不好 先幫我們掰 讓我們隨便照一下 陳佑石教授 對 來 真的 謝謝 恭喜 恭喜 謝謝 來吧 這是我們的作家陳文發 寫著作家的書房 作家來聽作家的演講 還撐到這個 你看你看你看 那個大攝影家都不太要給他照相 他有人家拍習慣 對 看我們公正 電腦選號 請坐 大家我們請佑薰來頒發這個 蔡怡婷 有來嗎 蔡怡婷 有沒有 賴師鎮 張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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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是 Meggy Meggy張 來 歡迎 提問 也是 這邊好嗎 他們幫忙拍照 好棒 謝謝 謝謝 歡迎各位善用無爵記的書衣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禮物 謝謝 謝謝 我們的筆 謝謝 最後還有一份 孫 辛 好 來 那我們請 我們這邊書店主人 書店主人是一個書店的靈魂 我們請 書店主人 石芳瑜小姐幫我們頒獎 我們在做老闆娘 我是做家福芳瑜 那 跟各位預告一下 呃 下禮拜六 請各位一度到 東話北陸 國泰世華銀行的藝術中心 很搭一個會場 我們請了也是兩位老師來對談 一位是 這個 各位都很熟悉的 這個 小吃的教主 書國志 他來談他的這個 水城台北 那對談人呢 是聯合報復刊的主任 我們的宇文正 宇文正也是非常棒的散文家 兩位對談人已經非常精彩 聽說報名也是全部而滿 不過 跟剛剛講一樣 如果說沒有機會 來不及報名的話 我想最後十分鐘 開幕十分鐘前去 現在後補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我們希望你們六天公園還可以相遇 謝謝各位 午安 再見